是修仙者 殺了他 是仙子 想不到 这样一个普通的村落 竟然会遭到狼腰的袭击 可怜的这些凡人 我 我没死 我这是 在哪儿 韩燕 韩燕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你救的我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先放手 我不认识你 韩燕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我不是故意丢下你去和别人同归于尽的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不再任性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你怎么在发抖 我 有韩燕 你往上去不啊 去不啊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叶九 随风 你说话 乖管 快跟仙子道歉啊 他一定会在这里 仙子魔怪 小风只是因为萧家村被毁 受自己吓坏了脑子 所以才胡言乱语 啊 萧家村 不是很多年轻就没了吗 难道我 说我们是回到过去了 夫君 我答应 答应我 你一定要平安归来 我答应你 一定不会丢下你 哈哈哈哈 堂堂欺杀魔君 没有今日 我却不会 再受这一人 你想杀我 你别死吧 阿燕 姓宝 我真的没有死 而且 你总算醒了 跟我来吧 我们殿主要见你 蝎子 请问这里是 这是去网问天宗的飞梭啊 快跟上 殿主已经等你好一会儿了 哎 好的 莫然如此 我真的回到了过去 这是柳寒烟当年救下我的时候 虽然 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但在这个时候 她还不认识 喂 干嘛关门啊 你就是萧义峰 蛤 问天宗的广汉仙子 冷傲如雪 冰清郁洁 是修仙界最为瞩目的女修 世上不知多少男子对她一见清醒 但多年以来 却连她的真名 都极少有人知晓 然而今天 你是从何处得知我的名字的 海妍 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匪夷所思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从未来回来的 而我之所以知道你的名字 是因为 我是你的夫君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实话 完了完了 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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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显得每次炸爆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反应啊 娘子 我真的没骗你 对了 地表最强无依 胖爷下山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不要再乱 来 给你 回家 我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温天寒冰卷脉 修练的是冰芯卷 而不是温天族的温天酒卷 我的主修功法 只有我师父和我知道才能 怎么会泄露出去 难道是师父 我没想到 连这种亲密你都能打探的 看来我只能先杀了你 再从你的脑海里找情报了 等等 你的大腿跟有一处 泪滴样子的红色台阶 这个 总不可能 还是卧底能看到的情报了吧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你右胸处 有一处冰帘的痕迹 是你所修的冰心绝形成的 这功法是你师父让你修炼的 它实际上是一门卢顶功法 修炼此功法一旦失身 功力将全部灌输给对方 所幸 你后来发现你师父的阴谋 于是设法暗中杀了他 并伪造成了一次意外 瞒过了所有人 这才有了如今的飞雪殿殿主 广寒仙子 也就是我的妻子 刘海燕 这些事 除非是我亲口所说 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人知晓 你说你来自未来 未来的我 我们 发生了什么 未来 是千年以来 从未有过一大灰色 从五十年后开始 今次的政策大战开启 神州烽火不断 温天宗四殿被俘 赤小脚判入火销 若书们冥存失望 一向似两大神僧勇气 而我 被问天宗叛徒无息 飞上沙尸之名 好往天下 却因差阳错与你相识 结为道理 之后 我们决定一同归隐 不问世事 奈何却遇 仇无声 之后我 遇见 原本以为 此生再无缘与你相见 却没曾想 再次睁眼 竟是回到了 当年被你所救的时候 好爷 再次见到你 真好 聪门已经快到了 那个江湖还没出来 不知道殿主 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问一些事吧 不用管 咱们殿主对男人的态度 你又不是不知道 也对 更何况 还是一个凡人 这就是你说的 改进的功法 没错 这是当初我和你 花了三年才研究出来的 冰心诀改进版 这金脉的路径 很多都是 寒冰结脉才有的金脉 不是常人可怜 对 对啊 娘子你真是冰雪聪明 这功法可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不仅威力更强 而且不再是卢顶功法 有了她 当年我们夫妻生活的时候 也不会让你破功 说什么呢 谁是你娘子 就算你真是来自未来 谁说你的那个柳寒烟 就一定和我是一个人了 对 说不定 你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我 和我根本不是一个人 连平行世界的理论都出来了 你压脑洞挺大 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说不定 你确实不是我的妻子 啊 这改进过的功法 是我给我娘子准备的 可不能便宜了外人啊 你 你 怎么了柳姑娘 难道 你要强行抢我和我娘子的定情信物 哼 什么稀罕 我自己想办法 哎 开玩笑的 其实 给你也不是不行 啊 真的 当然 我给你功法 你说我做你的真传弟子 如何 这怎么可能 我们飞雪阁都是女子 怎能让你惊我门下 那就是没得谈咯 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店主大人了 在下就此离开 以后我们互不相干 站住 男年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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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让你进我们下 但是 你不能做任何对不起正道之事 不然我定不饶你 对了 还有 我们的关系 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长江 那现在你该做什么 我立刻就去写公法 那就是仙人住的地方 哇 那便是我派宗门 问天宗 各位都是此次挑选 适合进入我派的弟子 在进入门派之前 各位还需要参加一次测灵 来确定灵根的资质 之后 能进入问天宗的哪一宴 就全看各位的机缘了 小枫那家伙 到底去哪里了 干啥呢 你去哪里了 这一路上我都没看到你 去和仙子道了个歉而已 小枫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 除了咱俩是半路上来的 这里其他凡人 都是仙人这一批收的弟子 修行自治极高 要是灵根不行的话 咱们应该会被赶出去吧 怕什么呢 修仙这种事 除了天赋 还讲机缘 说不定你机缘好呢 你说的有道理 我会加油的 你这小子 当然有机缘了 谁能想到 你当年时这一批弟子里 资质最深的一个 比我可强太多了 不过 这一次 我可是提前做好了准备呀 咱们去参加特灵去 小枫 你看 周围都是仙人 而且 他们前面为什么都空这个位置 那是问天河九大殿的店主位置 你看 来了 祝此公邻宗主 与各位店主 小枫 快起行礼 别缺了礼数 知道了 免礼 欢迎各位来到我问天宗 我乃问天宗宗主广陵 各位小友 都是来自各地的天之交子 冰符合我派的入门条件 但在入门之前 还需要各位进行灵根测试 方可由各店真人挑朽入门 尔等可明白 明白 别慌 你闻得很 特灵开始 此物来特灵 可以根据初卫灵根的资质 将其分为甲乙丙丁寺 配我念到名字的上前 双手放在测量仪之上 僧牛 我在这儿 把手放在上面 是 木灵根 以中 尚可 下一位 到 也不知道那家伙的灵根 是什么水准 如果能有个仪等 我倒是好找个由头 让他入我们下 光汉师妹 看你这样子 可是有入眼的弟子 啊 暂时还没有看到 叶九思 木灵根 假上 叶师弟 恭喜啊 啊 我 假上 不错不错 没想到这次 还能遇到如此上耗资质的弟子 黄汉师妹 听说这弟子 是你半路带来的二人之一 不知另一位 下一位 萧一锋 嗯 没想到还得经历一次 希望大家别太惊讶 惊 惊吓 我就说嘛 我在鬼秘世界玩嗨了 每周六十点 等你一起嗨玩新世界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啊 嗯 喝 喝 喝 天下 真的假的 我没看错吧 天下 不是说 在这里的都是各处找到的天骄吗 怎么会有这段姿势的人 丁夏之自知 基本上和凡人差不太多吧 我听说最多也就是去做个杂业而已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或许是测量一出错了 不用不用 我多废物 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怎么样大天才 我是不是比你更拉风 小枫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 别多想 是你的天赋就好好珍惜 再说 我是那种需要资质的人吗 嗯 我知道了 怎么感觉谁在盯着我 罕缘 看来把他气得不轻啊 这个家伙 怎么会是 这种资质 你是哪个大聪明收了钱 把这种资质的家伙 也往门派里塞 收钱也就算了 至少别这么过分啊 此人是我举荐的 前一师弟 你有意见 就算是广寒师姐 也不该带这种资质的弟子 回来才是 难道你之前 没有查看一下吗 抱歉 我忘了 下次一定 忘了 这也是能忘记的 师姐 你 你这都多少次了 为什么老忘记这种重要的事情啊 苏师兄 看起来可真急啊 他不起谁急 各殿 是按照往年真五大笔的名次 来挑选弟子的 乌鸦殿可是最后一名 也就是说 除非咱们拉下脸 赶人出去 否则那名弟子铁定是他呢 幸会幸会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多多指甲哈 宗主 各位殿主 各弟子测零完毕 本次弟子一共七十八人 好 那么就按照上次真五大笔的名次 由乾坤殿先选弟子 广威师弟 请吧 明海 去吧 你知道该怎么选 是 那么接下来 便是我太极殿了 玄义 挑选师弟师妹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而接下来 便是排在第三名的飞雪殿了 广汉师妹 该你了 明侠 按老规矩 是 殿主 我来了 来了 你跟我来 是 难道是 朱家 初恋 跟我来 来了 来了 路人 跟我走吧 是 姜文 初恋 董心 初恋 耶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啊 我 那家伙 难道要食言 不对 他不是那样的人 苏师弟 最后该你了 不过 就剩一人了 不用选了吧 我不选 你们就是故意的 苏师弟 你要实在不想要 就让他进我门下吧 既然是我举荐的他 那我便应该对他负责 问天宗 良而有幸 广汉师妹 你说要收他进广汉殿 可你那不都是女弟子 掌门师兄 我问天宗身为正道巨博 不止以武夫人 更是以姓夫人 林根地下又如何 修行界这么多年 又不是没有过林根不佳 但修行有成的人 提个弟子而已 我广汉殿养得起 但若是把答应 收这门的弟子赶出去 宗门信用 岂不成了儿戏 以后我们有何脸面 以正道自居 不愧是广汉师妹 这才是我派殿主 应有的风范 相比之下 某些人可就完全 没有点大派的样子 不错 广汉殿主虽为女子 但此等兴凶 实乃我等榜样 反观乌鸦殿 难怪这几年 是意念不得意 够了 老人也是问天宗的殿主 乌鸦殿还不需要 别人帮着养弟子 那不就是林根不行吗 老子让他当清船 不信交不了他 啥情况 清船 等等 苏师弟 萧一芬明明是我先 阿师姐 我们广汉殿已经选过弟子 不是吗 确实如此 卢伟 我乌鸦殿虽为各殿之末 但我也有我的尊严 已是只剩下一个弟子 现在也是我乌鸦殿 选取弟子的时间 萧一芬 我要对了 要就要 我这么大声做什么呀 好好好 看来今日问天酒店 都有收获 那我就放心了 没想到演过了 别怪我 我尽力了 这到底是 啥情况 我的厨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师弟 这里便是我乌鸦殿的主风了 师父所在的乌鸦殿就在前面 你放心吧 来到我们乌鸦殿 我便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对不起啊 小师弟 你身体太脆了 我忘记控制住自己的力道了 好像是脱臼了 我帮你接回去 停 我没事 咱们还是赶紧去店里吧 好的 小师兄还是老样子 和记忆里一样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说起来上一世的我 也是入了乌鸦殿 加油 小师弟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只是当了一个杂役弟子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一步步成为了正式弟子 而那时负责教我练功的 就是向师兄 当时他可没少让我吃苦头 这次托娘子的福 竟然阴差阳错 混了一个乌鸦殿的青传弟子 特别不错 爹 你真的给我找了个小师弟吗 他什么时候来啊 我倒是只是上头了 随口一说 那可不行 你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了要收人家做徒弟的 我倒觉得 收个弟子也挺好 你不是说了吗 那孩子虽然灵根差了些 但心智颇为成熟 大不了我帮你教导 夫人说的是 师父 师娘 萧师弟来了 进来吧 萧师弟 按照我刚才说的做就可以了 多谢师兄了 终于又要打开这扇门了 这一世 定然会保护好大家 弟子萧一峰 拜见师父师娘 见过师姐 在问天宗 弟子一般分为杂役弟子 再传弟子和真传弟子 其中杂役弟子 几乎没有得到正统传授的可能 只能通过不断劳动 换取成为正式弟子的机会 再传弟子 则真正踏入了修行的大门 虽无法学习那些 真正精妙的无上功法 但若是前行修炼 依然有机会出人逃地 真传弟子则极为稀少 他们享受着门派最好的资源 唯一的目标 就是日后成为门派的核心砥柱 想不到阴差阳错之下 我竟然真的成了 乌鸦店的真传弟子 还有了自己的院落 也不知当时娘子到底做了什么 只是我这个资质 即使有上一世的心法经验 依然还是修炼缓慢啊 得想点别的法子才是 这个时候会有谁来 来了 来了 师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其他人都有被小白吓得过的 明白了 师姐稍等 哇 有势子 师姐 你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不对不对 算了 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 正事 师妹 小师弟现在应该还没办法 跟上你的修炼课程吧 你为何带她过来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把我们俩一起教就行 放心 身为师姐 有不会的我会教她的 对吧 小师弟 没关系的 师兄 您尽管教就事 之前这些人都以为我最小 集体在逼着我学课程 唉 这下终于来一个比我菜的 小师弟啊 对不住了 师姐需要你来分担火力 好吧 那我今天就讲一些最简单的东西 师弟 你虽然天资愚钝 但要相信 勤能补卓 是 师兄 那我先从境界的划分开始说起吧 咱们修道之人的境界分为炼器 筑击 金丹 元鹰 出鞘 合体 共虚 大城 杜结九大境界 而咱们问天宗的心法问天九卷 每一卷都对应着一个大境界 今天我就先讲讲 都是学过的东西 这下我总算可以偷懒了 我说一话 我这一小师弟的资质 肯定学得很慢 进化来袭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在外面的教育中心下午 苏师妹 苏师妹 怎么了 接下来该考考昨天教你的那套剑法了 可你不是还得给小师弟补之前呢 你自己看 他已经都不完了 并且还把今天的课程都学完了 我睡了多久啊 半个时辰罢了 小师弟虽然资质不佳 但悟性似乎极好 我教他的东西基本上看一遍就能记住 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师妹 半个时辰 怎么可能 难不成这司是个学霸 说好的大家一起当菜鸡 你居然偷偷内卷 所以到最后 只有我才是真的菜 不行 这样下去 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师姐弟位 几乎是全没了 师姐 你怎么了 师弟 我们去二师兄那里学一学正法福禄的课吧 啊 走了走了 小白 师姐 等等我 看来师妹被激发起了危机感啊 这样倒也不错 所谓福禄与阵法一道 本质上乃是同源 即通过让灵力以特殊的运行方式来产生远超过平时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八卦阵开始讲起 所谓前卦为天乃是指天道运行周而复始 君子则应效法天道 不行 不能睡 我可是师姐 妙情今日到十分用功 不过小师弟 你看上去似乎有不少疑惑 这些深奥的知识 师弟现在不懂还是挺正常的了 有什么问题 我确实有些疑惑 想和您讨论一下 哦 讨论 好 你说 您刚才说的钱卦为六瑶之卦象 有龙玉天意 但我认为也有满招损之意 想不到小师弟小小年纪 却在阵法之道上如此具有天赋 你说的不错 这是以后的高洁内容 只是 我本以为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 师兄谬赞了 啊 妙情啊 以后在阵法之道上 你要是有不会的 可以多和你的师弟请教一下 你怎么能听懂那个老头子说的东西的 其实也有不懂的地方 所以是才和他讨论了一下 我好歹也是一代魔尊 这种最初级的课程对我根本没用 不快进一下 猴年马月才能有我用得到的东西 可恶 竟然被他装到了 师弟就要有师弟的觉悟呀 看来只能用那个办法了 师弟 接下来跟我去下一个课程的地方吧 这里是四师姐的地方 他负责的是实战课 实战课 不错 不过放心吧 四师姐性子温和 而且爱恕如命 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下肯定可以挣回面子了 毕竟这里看的不是悟性 是实打实的修为 抱歉 我在忙 下次一定 唯一的问题是 他比较不按事事 那我们就不打扰四师姐了 开玩笑 我现在可是一个连练气期 都没开始的菜鸟 和四师姐这种猿鹰气的打实战 先命长了 等等啊 小师弟 别走啊 啥情况 师弟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想上实战可对吧 糟 糟了 其实 也可以不上的 对对对 要不 我们先走了 没关系 毕竟师姐我 又不是什么恶魔 店主 接下来的安排 是与白云真人 推了吧 我有别的事 是 不知道那个家伙 在乌鸦店里待得怎么样了 万古最强风第二集 火热来袭 每周五周六 铁骨派的弟子们集合 本座 还是讲课了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一度点 吃火热来的 吃火热来的 人费 妙晴 别玩了 来尝尝我给你做的汤 你这是 不 妙晴 我爱学习 你是说妙晴她现在 不仅不偷偷玩耍 还大半夜的在用功看书 是啊 她跟着小枫一起上了一天课 回来后就和变了个人一样 我听向天歌说 小枫悟性很高 可能让妙晴感到了压力 早该如此了 她懒懒散散这么多年 如今总算有了点危机感 想不到那小子还有点用啊 夫人 药房那边 应该还有多余的药草吧 倒是还有一些 你的意思是 那小子林根太差 多用点草药 至少还能多给妙晴 当一段时间的磨刀石 你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来安排吧 顺便再给她安排一个侍女 碰她做一些杂事 这些事你看着安排就好 好 四师姐下手还真是重啊 感觉骨头要散架了 你是 公子 奴家是祖母派来服侍您的 叫我小月就好 哎 服侍我 不对 等等 前世没有这一段啊 这 这样不太好吧 那您觉得 这样到底是好 这 还是不好呢 您先 十分有九分的不对劲 当然不好 我们修仙之人 当一心问道 姑娘请回吧 要育我自己来 你出去干点杂活就行了啊 这家伙 倒还真是干脆利落 不过这样 倒也不枉我专程赶来 给你调治药育了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正在 来公子众所的路上吗 刚才那个眼神 我绝对在哪里见过 是柳寒烟 还好我反应不快 有个大成妻老婆 还真是高风险呢 哦 他来我这干嘛 这药力怎么 哦 这 我彭博的灵气 是寒烟做的 心里果然有我 洗手电话 怎么回事啊 店主还在生气吗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 店主回来后 心情就特别不好 总之 现在千万别进去 啊 还练进一层 我可是给你那药 月里加了一颗上品单药 换作一般人 现在都快注击了 这资质到底是有多差 说起来 我为什么要给那家伙 用这么珍贵的东西 本来就和我没什么关系才对 一定是为了报道他 给我改进功法 嗯 对 一定是这样 什么 一夜之间就练起一层了 多亏了师父和师娘 提供的草药 即使是那些草药 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能突破 总归是好事 但切记 切骄切躁 是 小师弟 不错 听说你突破到第一层了 运气好而已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依我看 你的天赋本来就不错 抱歉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 没事 没事 说起来 我这一次用的可是三教合一的修行手段 虽然实力会很强 但应该修行会比上一世慢很多才对 娘子当初到底给我加了啥 难不成 真的是我修行天赋变好了 我的妻子是大成七大佬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这次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妙情突破到第七层了 他天赋上加 虽然我们不停地给他压制境界巩固基础 但对他来说 还是很容易会突破境界的 比起来 另一个家伙 倒是更不让人省心啊 说起他 我就来气 我突破了 师弟你在哪 恭喜师姐出关 你怎么还在连青四层啊 我天赋差嘛 两年 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吗 这么多天才地宝 哪怕是猪都比他修炼的快 消消气 消消气 不行 我先回去了 我怕我看着那小子 忍不住想打人 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师父他老人家怎么直接走了 谁知道那个老奥教室怎么回事 不管他 师弟 我们去玩吧 可是我还需要修炼 喂 师姐 慢点啊 哎呀 别修炼了 反正你修炼的这么慢 一天两天不修炼也没啥 我带你去好地方 也罢 那就正好散散心吧 我 没想到 这把前世功法结合修炼的法子 竟然这么慢 当初娘子到底给我为了啥 才让我一夜突破的 师弟 我要加速了 你慢点 那是吗 有我呢 嗯 那是什么 那是 央兽尸体 看着咬痕是一击必杀 这可是我们乌鸦店的央兽 什么家伙敢对我们的央兽动手 就决定是你了 小白 闻一下 看看凶手在哪 师姐 这疾风狼至少也有练习五层的实力 很可能是什么更强大的央兽 别怕 这可是后杀 那些厉害的央兽早就被爹娘清理了 剩下的我都搞得定 喵 快跟上 小白好像发现了什么 小白变回原形了 小白 发现什么了 那是 这么多央兽尸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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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在上面 找死 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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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这烟有灵 啊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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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师姐 不能睡啊 师姐 弄手 就怕你不来呢 师弟 多亏了你 师姐小心 不碍事 不碍事 就是刚才不小心中了蛇毒 我们赶紧回去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爹娘 小白 我没死 小白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都会发生东西 我们可以先喝了 stranded 这是大礼傑 咱们 在哪里 我们还在喽 Yi 酱 得 是 走了 小狗没死 怎么可能 爹娘说过 练习奇修纹的腰瘦 是绝对枕头不看这一招的 所以它是 助击器 师弟 快扣 不行 这家伙的肉身更强了 得想别的办法 对了 眼睛 糟了 身体的毒素 加速扩散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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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王云在吗 啊 是 是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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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滚 啊 师弟 你快走 师姐 发求援信号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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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钱 多怪我 放心吧 师姐 接下来交给我 接下来 啊 你练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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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手臂死无断了 姐姐差得太远了 虽然正看着这畜生 这坚持不了多久 不好 但 给我 收回去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你 这 居然想用挽牌巨伤的方法 就 这个 耕 你 乌 财 小枫 還好 赶上了 醒醒 师娘 得救了 奇怪 冰心诀本来正修炼至关键时刻 为什么霍金人有些心慌 隐患应该已经消除了才对 要不去看看那家伙 好几年不见 不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长进 只是看看 我现在已经不见他的了 那是广生道人 广生师兄请留步 广寒师妹 看你的方向是要去武牙殿 可是有什么事 你还记得几年前千亿师弟收了个弟子吗 方才千亿师弟传信于我 说那个弟子身受重伤 会在旦夕 让我前去帮忙 你说说 不过就是一个林根一塌糊涂的 广寒师妹 二师兄 妙情怎么样了 有几处骨折 我还带中了一些舌毒 但已经被我驱除了 过两天就可以回复了 现在的问题是 小师弟那边 大师兄 师父那边怎么样 小师弟还好吗 伤势太重 师父师娘一起出手 也只能勉强吊着一口气 别担心 师父已经喊了广生前辈 他很擅长医术之道 我要去后山 后山那么大 你一个人找得出来什么 是啊 师兄 你还是冷静一点 难道 只要在这干等着 什么都不做吗 等一下 有大能来了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寒师妹 我 我不行了 太累啊 歇会 广生前辈 还有广寒前辈 您怎么来了 萧乙峰在哪儿 小师弟 师父师娘和他正在大殿里 师父还请了广寒师说 我 我不知道啊 夫人 帮我来吧 你休息一会儿 我还有些余力 但小宫的心脉已经越来越弱了 广生到底什么时候到 我们到了 你终于来了 广寒师姐 你怎么 快看看怎么治 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 我看看 这 情况怎么样 实不相瞒 此伤势实在太重了 静脉静死 这是可以治 就是 说实话 强行挽回一个天赋 平平的地 并不是明智之举啊 需要多少药材我出 这怎么使得 我是他的师父 要多少天才地宝 我有的是 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他师父 为什么还能让他伤成这样 够了 先治疗 广生师兄 尽管失为便是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几位 我们开始吧 总算是有惊无险 此番确实是侥幸 多谢广生师兄了 不谢 不谢 这是运气的事吗 侥幸个锤子啊 有你们这么杂真心要他的吗 还专挑贵的用 你们一个个当店主的 果然都财大气粗 这是你们生生用灵药 刻出来的好吗 我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最聊个废材弟子 都这么下血本 人比人 气死人啊 待不下去了 我也该回去了 广汉师姐 冒昧问一句 为何你会如此帮助小徒 当初他帮了我一个忙 所以这次 我护他平安 我这是 在哪里啊 救命啊 在那边 那是 小 一 风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 上一世 我走火入魔的时候 是梦境吗 你还不住手 小野兵 你疯了 杀害同门 还杀了苏师弟 你这个适师的畜生 适师 不对 我 我没有 还敢狡辩 为铁能有如此庞大的国庆 我便杀了你 其苏师弟心里蒙古 杀我 杀 杀 别 杀 杀 杀 哈 是我做的 又如何 今天 都得死 饶舌头 上一世 我被一个杜贱心的魔道 才能魂所侵蚀 被抛与他共生 万天通就这么点本事吗 追上他 各位 无需再留守 死活不论 种种巧合之下 我被他扰乱神石 陷入疯狂 还背上了世诗的罪名 我天心 你曾经纠缠我半生 这一世 我绝不饶你 你真的这么不愿意原谅我吗 师弟 我错了吗 你要不可以和揍我一顿吧 我绝不还手 不是不是 我做了一个梦而已 是什么声音啊 少爷 小少爷醒了 我 睡了多久 你都睡了十天了 啥 十天 小玉丰醒了 他情况怎么样 师 师父 师娘 不用起身 我 就是来看看 小枫 谢谢你救了妙亲 如果不是你 我会后悔一辈子 师娘 不必如此 我只是尽了弟子 本分而已 之前的梦里 我还在因为逝世而被师门追杀 想不到梦醒了 却是这样的场景 夫人 你先把妙亲带出去 我有话和小一峰说 为什么 我也想留下来 你别为难他 乖 你爹只是要好好感谢一下小枫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好面子 我们在 他放不开 师父 您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 和广汉真人 是什么关系 我是怪兽大主宰 三月十七日上线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还有没有 去那边 我去那边 那边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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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怪兽大主宰 我去那边 你 好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被吓傻了吗 我当时不知道前辈是大能 结果反过来还被前辈所叫 原来如此啊 虽是凡人之躯 却有一颗救世之心 你做得甚好 师父过奖了 还好有上辈子和娘子相遇的过程可以解释一下 不过 这次他可是出了不少血本 日后你若是和人家相见 定要以礼相待 师父放心 这个恩情我牢记于心 那就好 你好好养伤 我就不打扰你了 恭送师父 对了 妙情的事 谢谢 这个老傲娇 这次成了柳寒烟这么大的情 看来得加快战力提升的速度了 软饭虽香 不过自身也得硬吧 我的修为 炼气五层啊 哼 正好 炼气五层是施展雨落之术的门槛 有个地方 终于可以去了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那里 就是那里 你没说我记住 太好了 这个地方还在 啊 若不是到了炼气五层 还真来不了这个地方 得我传承者 立面问天宗 这是大成期修水遗留的传承 应该是当年问天宗的某个仇人 在临死前所留下的 只要有人继承了这些功法 必定一飞重天 你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某天亲 哦 这么能忍 好 那我就留在这里 一直到把你的骸骨给你烧干净 小友且慢 终于忍不住了 小友难道是圣角的 为何知道我们做一会 不许我们是宗门 小友 你 莫天亲啊 莫天亲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不害死 好歹曾经也是杜结期以后的修飾 却给炼气器的人点拖发药 一点脸都不要 不如 让我送你早日解脱 如何 是 专门攻击元神的破魂斧 你是针对本座而来的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对我 你不记得我了 我们曾经可是很熟悉的人啊 可不 这样下去我必遇落在这里 必须逃出去 今天这笔账本座记下了 不管你是谁 以后本座定会后报 谁说你可以走了 这八卦走魂阵的滋味如何 这可是我这次为你好好准备了一番 莫天亲 今天我绝不会发过 上辈子我被这丝差点毒涉成功 导致老子半辈子都神志不清 时不时的走火输火 瑞斯 你一个练气区的小子 请就不止去罚酒 今天就吞了你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好 感谢观看 今天就吞了你 自寻死 万云的先进 为什么 你能放空 斩限 问天宗的刀幸福 你是问天宗的人 你猜 可不 本作就算是惺惺灭 也要拉你一起推赞 于是 我身交的灵魂中 不想死都不想惺惺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自具足 本不生命 本不动摇 神万法 道友 请听我一言 好 你还有什么话说 道友 想必你也是明美之后 应该知道 一个大成奇修士 有多少报复 我可以把他们的位置 都告诉你 换我一面 听上去还挺有吸引力的 好纠结 你说的有道理 等将你灭杀以后 我会找个机会 把你留下来的那些资源 孝纳的 我体内有什么东西 在吞噬墨天青魂体的猎 这是 这个莲花到底是什么 上辈子我差点被墨天青夺赦 就是靠它才保住了自我意识 只不过那时 它只是一个花来 算了 以后总会知晓的 我能重新穿越回现在 说不定就和这个东西有关 现在最重要的 当然是天包了 这本书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竟然烧不坏 这年头大家都用预解 用书写记录的 就只有那些老古董门派了 这种珍质的文物 显然应该由我来保管 这玩意儿也是好东西啊 一看上去就是防御类法宝 可不能浪费了 还有储物戒指 这下发了 斩仙剑 这把剑可不太好拿 这把斩仙剑 可是妥妥不想之前 是在无尽杀戮中诞生的杀戚 这火威力绝对 很多人为了争抢他而大力出手 但凡是拿到他的人 几乎都被他狠狠地榨干令和之力 一滴都不上 莫天星之所以成这个鬼样子 也是拜这把剑作祟 那啥 要不咱们以后再为了 闪 不至于吧 你 好香啊 你的灵魂很香 我可以咬你一口吗 我现在哪够你吃啊 你看要不这样 你先跟着我 等我肥一点再下口 怎么样 我去 危险危险 被这不吸一口 我怕不是得直接被炸干 跟着你 你是说要你做祖人吗 可是你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呢 把你吃掉不是更好吗 这当然是有理由的 你看啊 至少我比那几个骷髅架子帅多了 是不是 接下来下一片拍品 是盘龙护身玉佩 此玉佩 乃是一位杜劫妻前辈 为后辈炼制 无需任何灵力激发 便可发挥三次元英七的护体之力 起拍价 五百尚品零食 不过是给小辈的东西 竟然这么贵 就是 这玩意儿给高鼠用不着 比小辈 那可太奢侈了 也不知道 谁会买这东西给自己的弟子用 开什么玩笑 除非那是青生的 五百起拍价 真的没有人要吗 这个物品真的已经很划算了 六百 万天宗的广盘仙子 出价六百零食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这个东西 倒是正好适合他 等我回去的时候 那家伙应该也快参加执法队集训了吧 应该还来得及 你说师父这个玉佩是给谁的 会不会是给你的 别 别来说 我还以为是给你的呢 各位仙子 请留步 原来是北地城城主 不知有何事 广寒仙子才刚刚参加了一回拍卖会 这就要离开了吗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珍宝没有展示 若是仙子 不必了 我对其他珍宝并无兴趣 承主请回吧 等等 仙子之前买的玉佩 应该是给哪个爱徒的吧 我这里正好有一瓶预录单 不妨送给 村主 还请留步 请不要让我们为难 连弟子都这么英姿撒爽 看什么呢 人家都走远了 黑龙 你不参加拍卖会 跑这里来干什么 唉 拍卖哪有仙女好看 是吧 别乱说 我就是来送送人家 行了 大家都是老熟人 我还不知道你 你瞅人家广寒仙子很久了吧 我 我那只是养物 可惜我听说 他对任何男人都没兴趣啊 不然 老子高低也努力一下试试 走了 回去看看拍卖了 你也死了这条心吧 对男人我没兴趣 小师兄好 小师弟出关了吗 没有 少爷闭关已经有一个月了 你知道 看我过的时日在 出关了 你 混沌剑神第二期 剑神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剑神第二期 优优独播剑神第二期 大师兄 请进 来得好 不错啊 小师弟 看来 你已经很熟悉 练习七层的实力了 大师兄 威武 直接一拳就轰散了我的剑气 刚才的力道很不错 说明你小子这段时间 确实没有突了 之后的执法队集训 我也就放心了 执法队集训 嗯 我派规定 我派规定 修为到达炼气七层的弟子 都需要参加执法队的集训 作为利点 只是 你突破到炼气七层后 一直在闭关 所以我才没机会和你说 这是你的令牌 一个月前就送到了 切记 执法队集训 鱼龙混杂 形势需万分小心 若有困难 直接以密法通知我便是 多谢师兄 师兄可是还有什么事 最近妙情 在忙着冲击助击 师父师娘希望 他尽快突破 所以 他可能没时间来送你 小师弟 你别介意 师兄请放心 我也分寸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得回去复命 就先告辞了 师兄慢走 他已经离开了 出来吧 连大师兄都没发现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你以为他真的没发现你吗 什么意思 他走之前的那番话 就是暗示我 他知道你在这里 而他又装作没发现你 这就说明 你出现在这里 是经过师父和师娘同意的 翻译过来就是 要是你说什么 想和我一起去参加历练之类的 绝对是假话 我说的对吗 一句话 竟然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 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复杂的吗 你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天真吗 所以师姐 你真的是来送我的 本来我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和你一起去参加一下那个什么集训的 结果看来啊 我爹娘看我看得这么紧 那只能干点正事了 嗯 这是爹娘给你的 这就是 这是我爹给你的一把火属性的几品灵器 有不凡杀伤力的同时 还可以作为飞行法器使用 这是我娘给你的火压阵 只要还有灵力在 即使是助机器的敌人 也很难攻破它 这个 是师兄师姐们给你准备的各种用得到的东西 里面啥都有 你之后有时间再慢慢看吧 这也太贵重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 我爹娘说 第一 在外尽量别惹事 照顾好自己 嗯 还有呢 第二 如果惹了事 就不许打输 下手狠一点 要让那些胆杆惹咱们乌鸦店的肖小 一辈子都不敢再次冒犯咱们 告诉师父师娘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小师弟 我先回去了 我之后会去看你的 记得带我谢谢师父师娘 本来还想着之后有机会 转去广寒店吃软饭的 现在好像觉得 乌鸦店这点 也凑合 要不再考虑考虑吧 说起来 也不知道柳寒烟最近怎么样了 上次他救了我一次之后 就再没见过了 哈哈哈哈 光寒真人 真不愧是问天宗的态度 老胡佩服 过奖 之后诸多事宜 还需贵宗多担待了 嗯 好说好说 对了 真人要不要留下来参观一下 不了 我们还有要事 择日会再来拜访 嗯 那就不送了 真人一路走好 明光 通知门下 必送封山 啊 掌门师父 您刚刚不是和问天宗的真人说 要帮助他们 哼 无论是魔门还是正派 都想拉拢我们这些中立门派 但老夫偏不想趟他们的浑水 按我说的做便是 是 嗯 我们还有几处要去 师父 我们还有三处宗门要拜访 只是言语的许诺 恐怕并无太多用处 罢了 请往下一处 仙子 我们又见面了 听闻仙子不喜欢男子 所以 在下特意换了一番面容 不知仙子以为如何 滚 喝几个 最近听说收获不错啊 嘿嘿 我们甲祖刚狩猎了一只 炼气九层的妖手 换了不少积分 哟 那不是仪祖的堂培吗 看他脸色那么差 这次是被分配到 什么不好的任务了 听说他们组 一直少个人 有个真传弟子一直没来 他很不爽呢 那可是真传弟子 羡慕不来 队长 这次我们组是什么任务啊 轮值问天河 问天河 嗯 最近那附近的妖兽 可比平时凶暴得多 因为这是门派 收取碧眼鱿鱿内单的时候 那些妖兽自然也知道 所以每次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非常警惕 那个缩头乌龟一直躲着不来 我们就五个人 怎么去巡逻问天河 哎 抱歉 我来晚了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来看你 看我周四周日更新 这里是以害族吧 我是萧一峰 是来参加执法队集训的 你就是萧一峰 你晚来了一个月 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刚刚突破练习七层 接到传唤的时候还在闭关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日 哟 还真是会贴金 你当你是助击器啊 练器器而已 谁也口气闭关一个月的 不敢来就不敢来 真当其他人是傻子吗 乌鸦店果然就出这种缩头乌龟 什么 你要干什么 怎么搭起来了 萧一峰 上海童门 你不怕违反门规吗 啊 原来你还知道 刚才他辱我师门的时候 你是游的吗 好了好了 都冷静一点 都是同门 别伤了和气 有道理 李师兄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下次再有冒犯的地方 你可别介意啊 你 我记住你了 行了 既然萧一峰来了 那么我们这次就按照六人来分组吧 问天河一共有四条之流需要巡视 我们自然也分为四 朱鸣 灵密 你们两个一组 嗯 李立方 你和灵思思一组 萧一峰 我看你实力好像不错 那你和我就各自单独一组 你没问题吧 我无所谓 我 我反对 我想和萧师兄一组 师妹 我刚才只是忽然被晋身了 来不及释放法术 嗯 我知道 李师兄虽然长得不好看 也不善晋身格斗 但他只要做好准备 还是很强的 你 行 既然是师妹的意思 那你就和萧一峰一组吧 嗯 那么 大家就此出发吧 是 林师妹 你为何要和我一组 李师兄实在太丑了 我想找个养眼的 这事情 小嘴和抹了腻一样 虽然我听说 你是这几年真传弟子里 辞职最不好的 啊 我这么说 你不会生气吧 啊 仗这么大竟然还没被打死 此女看起来也不简单啊 林思思 天资已终 天生水属性梁根 乃如风垫清传弟子 由于长相甜美 性格温柔 深受师兄弟们的喜欢 至少在他张嘴之前 是这样的 师父 师兄 欢迎回来 嗯 你又和世界表白失败了 嗯 这已经是第十五次失败了吧 是不是师姐对你没兴趣啊 嗯 师妹 别说了 嗯 师父 头发怎么越来越少了 是年纪太大了吗 不 你 嗯 结果今年的执法队集训开始的时候 师父师兄他们连忙欢天喜地的 就把我送了出来 嗯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不舍的样子 嗯 这 确实过分了 不就是说话直率了点吗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就是说呀 虽然师父说 我应该稍微改一下 遇到妖兽有点不冷静的问题 不过那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冷静 什么意思 嗯 嗯 是一只低级妖兽 是一只低级妖兽 思思师妹 你怎么了 弄妖兽 啊 哇 去死去死去死 啊 喂喂 怎么这样 你打错人了 妖兽 都没死 哎 师兄 你在哪 在这儿 我又被羊羊吓到了 果然 羊羊都好可怕 你确定是你被他吓到了 不 这下子虽然胆子小 但却能轻易用处如此大规模的范围法术 这群工能力 以为打单体 浪费 师妹 来 我知道一个巡逻路线 路上几乎不会碰到什么妖兽 嘿嘿嘿 哎 真的 哎呀 好像闯进妖兽长学了 喂 啊 哦 失误失误啊 不得不说 这效果真是快 照这么下去 应该很快就能完成巡逻了 这才是师妹的正确使用方式 进化来袭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兄 你说的那个安全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啊 放心 很快就到了 你再坚持一下 还有漏网 我看 那 那是什么 主机器 这里怎么会有主机器要手 这我们该怎么办啊 这没必要和这次硬听 回去求人 师兄 你先走 你别乱 妈 真是不可爱 师兄 师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慌 看来是外面有人来了 惊动了这个家伙 有人来了 是师姐师兄他们吗 大概 只是这动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林师妹 靠近我一些 这次好像没激怒了 哦 师姐 你在问什么呀 安心了 我们有两个人呢 当初什么厉害的 你 总比起妖兽 他不过来了 小心 怪你可是有人来了 是肖师弟的声音 在腰手肚子里啊 我和林师妹都在 暂时无碍 只是这次的皮过硬 可能需要你们创造一个机会 让我们出来 我们在他体内打算他的事法 来协助你们 知道了 朱铭 是 你先看 啊 怎么好 哎 是队长副队长 你先看 你先看什么 每周二周五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结阵 队长 你真信他们说的 现在去找救援已经来不及了 从来试试 别忘了 灵丝丝还在 都管那个萧乙峰 结阵 灵密 赵英 朱铭 赵阳 李立方 我知道 我负责太阴 萧乙峰 你有什么法脱困 最好就是现在 四象阵 还不错吗 灵师妹 需要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来 把手给我 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灵力 可是 我是谁属性灵力 不能帮你制伤这个阵法 我要的就是这个 四象阵 沙发之阵 绝活不相容 而一旦遇到一起 那就是 这家伙死了 哎 修师弟和灵师妹呢 在那边 灵师妹 你 你怎么穿着他的衣服 还这么和他抱着 啊 萧师兄 快放我下来 那个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的衣服被妖兽给弄破了 所以 是萧师兄搬了我 哟 不错嘛 师弟 回去以后 要不要师姐给你打个助攻啊 不用不用 我暂时还是想专注修炼 没想到还是个物语脑袋 师姐 就是个妖兽吗 要是我早点来 也一样能解决他 都怪你 小心 这妖兽还没死啊 不好 它要自爆 所有人立刻来我这里 来防御正法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有防御正法也 萧师弟 这是啊 主击齐妖兽的威力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是萧一风 他引爆了门派发放的令牌法器 导致妖兽的自爆没有叙事成功 这份决断力 当真可怕 混账 你擅自破坏师文法器 不听从指挥 我定会禀告长老 真是不要脸 请便 你 好了 各位 问天河出现助击妖兽 此时时分反常 我们必须立刻回报门内 是 师兄 你怎么了 无法 只是方才受了一些伤罢了 你也没那么强啊 叫你装 活该 走吧 不要耽误了时辰 怎么还没出来 林师姐 门中长老 会不会为难萧师兄啊 要不 我进去解释一下吧 别担心 本中长老又不是傻子 哼 破坏门派令牌 抗命私自行动 还差点酿成大祸 他至少破坏了好几条门规 长老怎么会轻饶他 你当人家长老和你一样小心眼啊 你 他们出来了 怎么样 长老可以为难你 萧师弟深得长老赏识 长老不仅没有责难他 还对他进行了一番称赞 不愧是真传弟子 哪里的话 不过是长老明辨是非 不会听信某些人的一面之词罢了 那就好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喝一杯 林师妹也会一起去哦 我 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我还有一些急事 抱歉了 师姐 这家伙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你说是不是啊 师妹 或许 他还有别的事呢 御灵师 每周五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这家伙也太不解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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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不经玩了 要不我就直接把你吸干吧 只要死了就不会再有什么痛苦了 就这样榨干我 那你岂不是做了杀鸡取卵的一锤子买卖 我有个更好的方案 你要不要听一下 哦 先说好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身子哦 不如你和我签订契运 你想的美 听我说完嘛 我可以称你为主 以后我做你的剑 你什么时候想吃我了 我便认你采鞋 你没有兴趣 那算了 等等 谁 谁说我没有兴趣了 哦 这么说 你答应了 我 我只是怀疑 你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我能有什么阴谋 我一个练七七的修士 打个猪七七妖兽都要死要活 谁不想找个靠山呢 我就想着 以后抱着你这大腿 遇到危险了 你召我 我呢 就一心一意伺候你 好好做你的卢顶 哇 这 这哪里没办法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 我答应就是了 那事不宜迟 我们便开始契约吧 这是契约符文 用你的血把它刻在符文上 在心中默念自己的名字即可 签订契约后 你的一举一动 我必须听从我的意念 否则一定会被符文反噬 生不无死 你最好不要有什么侥幸的想法 现在就算后悔 我也不会遇及 大学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下正当 这些活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的灵力多得离谱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非道非魔又非福 灵气是完全最纯粹的味道 哇 这样的家伙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赢 赢 不对 你这铭客的是什么符文 认主符文啊 你亲自告诉我 还有手 在认主的过程中 会自动生成屏障 来避免外界的干扰 这是剑本身的意志 你身为剑灵 自当遵从这一点 剑身固体 这是真正的认主符文 怎么可能 我的本命不文 除了我自己 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才对 这 怎么回事 我就说嘛 你那么点精绪 怎么可能满足得来斩仙剑 你快点停下 原来如此 你不是去去精绪罢了 拿去 你 你疯了吗 那不是吸收你的本源精绪 你真不想死吗 连这关都过不去的话 还什么挽回遗憾 终于 这 本命符文 如果不是我自愿 绝不可能有他人知晓 可我为什么完全不记得有这段记忆 此时 你毫无知觉 我若是拼个被符文反噬的下场 未必没有机会挣脱这器语 混蛋 你和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义风 你这一去 可不一定活得下来哟 你还有什么医院 奴家可以考虑帮你完成哦 斩仙 你骄傲了一辈子 也不愿意真正承认我是你的主人 若是此阵我不死的话 你认我为主 如何 难得一旦魔君 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心思说笑呢 不过 这个赌约 我倒是喜欢 这是奴家的本命符文 若是你真的活了下来 他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机会呢 只可惜 那得等到下辈子了 混沌剑尘第二期 剑尘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最后一周三周六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问天宗和青山宗一同管理的方式吗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 我对这里可是很熟的 师妹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带你逛逛 萧师兄 等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一起逛逛吧 没兴趣 这次的任务 是和青山宗一同指首天青方式 各位切勿丢了门派的脸面 唷 唐队长 人都来齐了 李管师 这是我派此次轮值的弟子 麻烦你 瞧你说的 贵派弟子我还信不过吗 大家注意一些 青山宗虽然是个小宗门 不过一直是我派的盟友 所以 尽量不要做破坏彼此关系的事 那么 接下来 有劳各位听从我的安排了 放心 我绝不会亏待各位 唐队长 你和这位就去北街吧 那里可是个好差事 路铭 跟我走 是 两位姑娘就去东街吧 那里的人都身份高贵 正好不会冲创了两位 可是 放心吧 不用担心他了 我这次好好照顾照顾你 这位 呃 就请你去南街那边吧 为何是我一个人 你看 房市有四条街区 但你们是六个人 呃 哎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这放心吧 那南街最是混乱 十几个人都管不过来 我还专门安排了添乱的人 嘿 他肯定是没办法完成你们的轮值任务的 走 跟二叔去西街喝花酒去 那边有几个新来的姑娘 那水灵的很用 嘿嘿 多谢二叔 嘿嘿嘿 原来如此 各位 我乃问天宗派来的轮值弟子 负责维持这里的秩序 有完没完呀 又来一个 还是个练技的拙 之前的那个 坚持几天来着 你知道这一步 或者回去找师傅了吧 记住了 你管是交代 等会儿不管他说什么 弟兄们都要请候 拆他的腿 是 放心 那么 接下来 我宣布我的管理规矩 第一 今日起 南街的税收 降为原来的意识 谁都不许多交 第二 我负责的街区 讲究自由随性 售卖货 不设减 不管没路 我不管你们手上的是黑货还是白货 你们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谁要在我面前提秩序 就是和我过不去 第三 我这 只有一条禁令 所有人都不准做 那就是 任何人不许影响大家发财 否则 杀 现在 谁反对 可以站出来了 好 牛啊 哥 咱们还反对吗 反对锤子呀 不要命了 那么 我宣布 天青访式南街 开始 这东西不好出手啊 每个人都要问他的来路 这南街听说不是什么好地方 要不是其他地儿不收 我哪用得着来这儿不运气 你们是 你们 你们 你们干什么 信不信我 信不信你什么 会在地上求你们 你身上的货 多少钱 我收了 五百 四百 三百 我这货来路有点黑 算了 我不要钱 你放我一条 五百颗零食 一颗不少 咽一下 真是啊 和你道上的兄弟都说说 以后有什么不好出手的 只管来找我 只要你说 要找南街风哥就行 我这儿 什么都说 是是 我 我人外很好的 一定把话给您带到 去吧 谢谢风哥 老金说的 就是这里 看得不像啊 你好 这里有没有 更好一点的话 暗号 对了 我们是来找南街风哥的 来了几个火点子 什么 进去吧 高羊羽狼的厮杀游戏 正式开启 异兽弥城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眼水 随害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家伙这次是铁定过不了试炼咯 多谢二叔 这次我看他怎么办 走 正好叫上你的那些同门 一起去看看那小子的狼狈样子 是 这怎么比凡人的菜市场还乱 这里的负责人在哪里 小一峰 出来 我当是谁 原来是唐队长和里管师啊 各位 来我南街 有什么需要吗 你怎么带这么多人 我正在和老板们谈论 关于整顿这里的事宜 自然是一起过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听说南街坊是非常的不合规 不仅交税不足 还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在流通 小一峰 你身为子弟监管 为何不进行处理啊 师兄 李管师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各位 你没有做过什么不合规矩的交易吗 没有 就是 我们最乖的 你看 没有啊 李管师 小心我告你 弄灭哦 你 你竟然和这些三角九流沆系一气 你就不怕给师门丢脸吗 关你屁事 是谁在背后说坏话 有本事站出来 没事吧 李管师 谁 竟敢惹我青山宗 滚出来 惹你又怎么了 苏妙卿这丫头怎么来这儿了 你是何人 为何会蓄意伤人 我只是一个路人 看不惯你们欺负帅哥 所以决定打抱不平了一下 这妞儿有眼光啊 哪里来的花痴女 今天我就来好好教训你 就这么点力气 不好 是极瓶灵气 糟了 这丫头下手太重了 这下玩完了 我 我没死 长 长老 李师主 小小年纪 竟然出手如此狠毒 长老 他突然出手伤人 您可得好好教训他 废物 连个女娃都对付不了 回去给我闭门思过 是 是 女娃 你伤我门人 老夫劝你老老实实 跟我回门派受罚 否则 否则 你想对我派弟子怎样 嗯 师姐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这不是突破助击了吗 所以来看看你 谁想到 竟然看到有人在欺负你 如此年轻就注击了 东西师姐注击成功 这女娃 难道是 汶天宗那位高门弟子 但她伤人在先 就算是让她师门找来了 那也是我派站立 倒正好可以要点好处 二位 既然是汶天宗弟子 那更不该伤我派弟子 青山宗和汶天宗速来交好 此事 我必须要和你师门要个交代 师姐 你刚才确实出手有点重了 刚刚学会的新法术 我还不太控制得住 您说的对 此事我们做得过了些 确实有错 刚才不是还挺能耐的吗 正义的我会形成大满派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畏调 不 大家快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师弟别怕 看我摇人 我动不了了 我怎么没受影响 难道是那个长老 你们用了什么摇法 为什么我动不了 怎么回事 青天白日的怎么忽然下雪了 我动不了 怎么回事 不知老魏前辈将领 我乃青山东外门长老罗轩 你方才 要替谁教训他 我 光汉前辈 我近日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 所以让萧义峰帮我留意了一下 不知道他违背了哪条规矩 说来让我听听 前辈 说笑了 萧公子什么规矩都没有违背 伸出手 我 这是 既然他什么规矩都没有违背 怎么处理 你应该知晓 唉 这个女人 师弟 广汉前辈他 别多想 只是以前我帮过他忙而已 对了 那位青山宗的罗长老 哎 长老 长老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长老 不知道 混账 差点被你给害死 萧公子 你看 我这打得够不够 继续 师弟 你这样没问题吗 演给我看的罢了 下手轻重 他可比我清楚 行了师姐 热闹你也看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今天的事要是传来回去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今天的事你别告诉师父是娘啊 不好意思 你也看到了 我这儿有点忙 师弟 师弟 我们之前都有误会 希望你不要介意 无妨无妨 店主让我别外传 你懂得 低调嘛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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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是我会处理好的 别不打扰 师妹 竞争对手太强了 要不咱考虑下别的 和广寒店主政 你没机会啊 我 没那个意思 哦 那你刚刚直勾勾看着人家 是啥意思啊 我 小一风 别以为帮店主做事 就能一直安稳 等试炼结束的时候 我一定要你延绵扫店 牛与柳寒烟的介入 之后的试炼变得无比顺利 喂 前面那个飞行的弟子 超速了 80是20克 最近的试炼也没什么挑战了 算了 还是继续修炼吧 很快 试炼结束的日子 便到来了 弟子恭迎宗主 恭迎各位店主 起来吧 今天是问天宗 一年一度的弟子集训结束的日子 今日之后 你们便可独当一面 代表门派下山力量 总算是突破到第九层了 这次结束后 最好还是下山一趟 按照规矩 在今天 每个弟子 都可以选择一人进行切磋 当然 不可下重手 同门之间 切莫伤了和气 不知 有哪位弟子 愿意上前 宗主 弟子想要挑战一人 你竟然筑击成功了 不知你想挑战谁 萧义锋 正义的我 会形成大反派 每周五 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不要干嘛 我猜太冷了 伤害 maar 我猜太冷了 我猜太冷了 到底是什么都公开 我猜太冷了 key 小启 Hold on mand 可以 感谢观看 无诺 铁柱鸡棋弟子 怎么还挑战练琴棋的 这不一道奇小吗 师弟怎么还着急了 这种切磋 都是有权力拒绝的 你忘了吗 你就是想看我们店的秀 我答应 你确定 天下知道 怎么可能永远都遇到同阶的敌人 正好 弟子也想体会一下 练气和铸鸡之间的差别 这种切磋的机会 弟子怎可错过 倒是得多谢李师兄给我这个机会 什么破道理 你这小的 小小年纪 倒是挺不自量力 我倒是挺看好他的 这件上品宝器 我赌小一风赢 你敢不敢赌 兵破珠 好东西啊 破毒 王汉师妹 可别反悔啊 这是我花了几个月才练枝的一张灭镜 若是小一风真的赢了 这五转就归你了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除了不准下死守 别的没什么限制 你们没意见吧 放心吧 我保证不打死他 已经突破了助击期 而且已经有了克制的方法 那么切磋就开始吧 他拉开了距离 这小子近战能力很强 我擅长的是竖法的远攻 只要第一时间拉开距离 他在做什么 眼珠剑气 原来是这一招 真是个蠢货 眼珠剑气 是练七七弟子所能使用的最强剑法 威力虽强 但消耗极大 即使是注击七弟子 于 地主是什么手心 刺手之后 你那冰魄珠 看来是我的了 结果还没出来 急什么 太扯 有道 也太扯了 你没力还能支撑多些 你找结束 看我怎么生谁 那么李师兄 我的暖机要完成了 接下来 你可要撑住了 什么意思 有你 这小子 这小子 早一锋 上 他 他刚才那个 是天猪剑气 刚才 他坚持了多久 至少二十戏 这 为什么 我一个练器大圆满 只能支撑三戏 他为什么 这么持久啊 广灵师兄 我的服装 这张服务确实不错 至少可以重创一名 圆英七的修士 多谢师兄厚爱 我就收下了 小事 小事 苏师弟 想不到 你这徒弟 竟然这么强 这次被你占了大便宜啊 关我什么事 我还纳闷呢 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诸位请看 这就是我可以长时间 施展天猪剑气的秘血 只要提前把天猪剑气的剑阵 迎合在剑身上 并充好灵力 在需要的时候 便可以直接激发 所以一开始 你其实使用的是 提前储备的灵力 来激发剑阵 后来才开始使用自己的 这思路非常独特呀 但这种方法 别人也很难使用 需要对法阵 有着极强的感知力 和掌控力 这可不是修为高 就能做到的 想不到 小枫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妙琴 你看看你师弟 修为明明不如你 但人家 这才叫动脑子 你再看看你 就不知道 跟人家好好学学 为什么又是这样 师父 我还有一事相求 请师父成选 你说 此次你表现出色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 都可以答应你 网游之天下无双 每周日同心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下山 独自在外 游历一段时间 啊 为什么 是乌鸦店待着不开心吗 没错 你的修为还太低 出去了会有太多危险 还是换个要求吧 大家都对我很好 但是欲不拙不诚信 我希望能经历更多有挑战的事 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希望师父成全 好吧 既然你坚持的话 那这事就依你吧 你先下去吧 是 多谢师尊 总算是达成目标了 虽然有点对不起大家 不 有些计划只有独自在外 才方便啊 萧一峰 柳寒烟的声音 不对啊 柳寒烟怎么会来这儿啊 是我听错了啊 什么东西啊 这是柳寒烟给我的玉佩 萧一峰 立刻去广寒店一趟 这是啥玩意儿 纳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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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 好像是柳寒烟搞出来的东西 还是去一趟广寒店问个清楚吧 来人指顾 啊 这位师姐 我来拜访广寒店主 可否通报一声 找店主 可有信物 这 没有 这位师弟 我们店主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 若没有信物 还是请回吧 哦 那便不打扰了 奇怪 不是他找我来的吗 忍一下 小师弟 抱歉 我来晚了 师妹 她是师父的客人 竟然是清纯 替你师父来见 小师弟 快随我去见师父 这就会谁啊 好 这位师姐 店主找我有何事 叫我出没就行了 具体合适我也不知道 师父只是说你会来 让我来接你 请进 我就不进去了 有劳了 寒烟 你找我 你要下山历练 你怎么这 呃 是这个东西 以羞为开迪 堆到危险的时候 我不可能在 有他在 能帮到你了 哎呀 懂了 这就是护身符嘛 那个阿姨 小乙峰 这是 我 我不太擅长傀儡术法 便把我的一部分神魂放了进去 所以 它可能会被我所影响 嘿嘿 原来如此 多谢娘子 啊 谁是你娘子 我说了 我和你记忆中的那个人不一样 只不过 本作确实好奇 另一个我 为什么会看上你 听说 你最近挺受欢迎的 要是嫌这个东西监视你 大可丢掉 凭什么 老婆大人给我的东西 凭什么丢 总之 没什么事的话 你去下山吧 我这没别的事情 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的一片心意的 出墨 送客 是 小师弟请随我 那个 出墨师姐 麻烦你找个地方 帮我考一下 小师弟 此难我独门防身秘法 你要是遇到对你图谋不轨的 可以多使用使用 小师弟 这是我连夜感知的一些保密符录 遇到打不过的 能避则避 小师弟 这是五行藩 对各种术法都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最重要的是 实在打不过 能用来投降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啊 师兄师姐 我只是下山历练 又不是去单挑魔门 我们这是担心你啊 总之遇到危险 切记不要硬钢 有人为上啊 我一定谨记师兄师姐教会 就此别过 正义的我会喜欢一层大满菜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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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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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子ulda 订阅 订阅dat 萧师弟想必是为了过段时间的真武排序 才如此着急地想要下山历练 真是有上纪心啊 说起来 萧师妹怎么没来 她不是和萧师弟关系最好吗 唉 那丫头 胆子可大得很呢 接下来 首先去最近的望天城一趟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救救我呀 叫吧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 喂 你们是不是好像不够认真啊 绿霞 姑奶奶 我们真的很认真啊 是啊是啊 我把嗓子都吼干了 你们 这是在做什么 老大 你怎么样 既然是仙人 此等王八之气 我怎么受得了 救 宋老大离开 你们都是穷 师姐 解释一下 我这不是 路过此地 结果不小心被山贼给绑了吗 你再说一遍 好吧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出来玩 师父 师娘就这样把你放出来了 同 同意了呀 我 我 我完全没有反对呢 知道了 那你跟我一起去望天城吧 耶 在望天城待几天 师娘师父应该会把这丫头给拎回去吧 那杀星终于走了 老大英明啊 竟然在那些仙人手里逃出来了 老大威武啊 咱们真的活下来了 那是 你们老大啥时候看过你们 正所谓 大难不死 必有祸福 咱们之后 肯定能遇到真正能打结的飞羊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 老大 这是 看到没 飞羊啊 小娘子 一个人出来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把风筝还我 嘿嘿嘿 你来追我呀 哇 没见过吗 没有 这可比做门的方式有意思多了 姑娘 要一个香包吗 都是自家做的 嗯 我要一个 这个什么价 我身上只有上品 等等 咋了 老人家 给 我这儿有钱 师姐 凡间一般不用零食 对他们来说太贵重了 用普通的钱就好了 普通的钱 咦 哦 哼 感谢各位同场 有谁想试试啊 一腿十两银子 我们彪哥绝对扛得住 我来 呃 姑娘 你拿得动锤子吗 我不要砸你 我想躺在这里 让别人砸我 放心 我可坚实了 这小姑娘啥情况 哦 抱歉 抱歉 嘉美精神不太好 干嘛 我真的能看不住 师姐 你是修仙者 参与凡人的那些活动 会吓到他们的 唉 我太激动了嘛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地方 哇 真好看啊 师弟 我其实很羡慕你呢 我从有记忆开始 就一直在宗门长大 爹娘从来不让我去人间 我也只能听师兄师姐 给我讲外面的故事 可是 我真的挺想出去看看的 你知道吗 我是偷跑出来的 知道 我是怪兽大主宰 3月17日上线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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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吗?我是偷跑出来的 我知道 果然!完全骗不到你!我其实就是想出来看看 很开心你能带我出来玩啦 师弟,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在外面可没有我保护你了 自己都没多大本事,就想着要保护别人了 娘妻 师娘 妙晴长大了,都知道离家出走了 嗯?合影结界? 娘,你真是 哭的声音太大的话,吵着别人就不礼貌咯 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爆竹动静有点大呀 确实,估计是这爆竹质量好啊 哎,有道理啊 我了个去,这绝对是亲生的 啊,好痛啊 这是真的,我死里的啊 那个,师娘,要不您歇歇,护锤子手也累啊不是 说的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苏妙晴 道 你可知错 知道了 知道后果吗 知道知道,按规矩面壁思过一年 哼,比那可严重多了 啊,那得多少年啊 你这次的惩罚是,跟着萧怡峰一起下山历历 她不回来,你也不许回来 嗯? 有意见 没有,我听清了 你是否愿意照顾一下妙晴 是,师娘放心,我会照顾好师姐 好,有你这句话,我便放心了 良心,走好 太好了,师弟,我可以和你一起出去玩了 啊,哈哈哈 这是 啊,那个,别误会,这是我师姐,你知道的 哎呀,别生气了,我们没什么的 师弟,这个是 啊,只是个法宝而已 走吧走吧,我们先去客栈,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了 嗯 师娘,你这个决定,到师父那里怎么交代 无妨,千亿那里我来说即可 我们之前确实把妙晴管得太过严苛了 让她见见世面也好 为了保护她,我一直不让她接触外界 反而会引起她的不满 这次倒也是个机会 只是,她二人的修为确实不高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师娘放心,我会暗中保护他们 切记,不要被他们发现 放心吧,这个本事我还是有的 师弟,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只是两只飞鸟罢了 走吧 师姐,该走了 让我睡会儿嘛 好不容易出来了,不用修炼 苏妙晴,我果然就该把你带回去 嗯,娘亲 娘亲,我昨晚一直在修炼的 嗯,娘亲呢 二师兄给的化音符,据说有时候有奇效 果然好用啊 师弟,你差点吓死我了 只有这样,才好叫醒你啊 该走了哟 可是,咱们接下来,去哪里呢 之前,客栈老板不是说了吗 去西南方 别说西南边出了妖魔 这几年呢,都没有客人从那边过来了 哦,耶 斩药出魔,走走走 哈哈,走吧师弟 当时又变太不复杂的理由了呢 顺着望天城,往西南方向出海 应该会有一个岛屿 上一世,我便是在那里 遇到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灵虫 可惜上辈子去的太晚 导致那家伙本源不足 这次早了十几年过去 说不定,能让那家伙更强一点 啊 我是怪兽大主宰 3月17日上线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condition 这kol马 一umbled 还不错 就是 就 宜兜兽兽可以 时 一些 感谢观看 世界小心 遮蔽细和祖兰传讯的法阵 对方是有备而来啊 小乙丰 我就不信这一次 还有人能救得了你 李师兄 怎么又是你啊 你不嫌烦 我都烦了 两个手下败将而已 兰霞我们是脑子有问题吗 他们两个不行 那加上本宫呢 数据后期 上人 我没骗你吧 这里确实有个极品女子 不错 确实极品 你们这次 做得很不错 那帮我侄儿对付他们这事 交给我吧 多谢上人 多谢欢喜前辈 欢喜上人 师弟 你听过那家伙的名号吗 曾经听过 据说是一位邪凶 以女子殷器进行修炼 但她的手段极其残忍 会把与其双修的女子 完全洗干 畜生 看来 尔等倒是听过本宫 那倒是省了一番功夫 女子本就是修行用的卢饼罢了 主动投降 本宫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如何 这些 你怎么附身在这把普通的飞线上 你不是让我平时别抱着吗 不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指定去宰了他 主机后机 可远不是你们二人能对付的 小义风 你之前处处与我作对 这一次 我让你看着自己的师姐 是如何被玩弄的 哦 那我倒要看看 主机后期到底有多厉害 小乎 不要臭臊了 不知死活 去 看不住 小乎 我来帮你 休想 我知道你的说法很强 不过 只要我们两人一起压制你 不给你师父的机会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等欢喜上任收拾完那小子 你就准备好成为我们的文物吧 敢以练气器的修为挑战本宫 有气可嘉 不过太自信的话 在修行路上是走不远的 你说的不错 你就是输在了太过自信 你只是练气器 怎么可能 答应你的问题 上路吧 那把气 二叔不好了 欢喜上人死了 什么 和我哪 你还敢看别的地方 不 真的 救我 不妙 得赶紧逃 李师兄 想去哪呢 小义风 你刚才说 想对我做什么 你们要做什么 门规可说了 不可以伤害同门 难道敢违规 我本以为 你会下不了手的 我最恨的 就是背叛同门的人 师弟 你怎么杀死那个家伙的 运气好 他没有释放任何护体法术 就接近了我 被我偷袭神功了 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 你不是每次运气都能这么好的 是是是 师姐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说得对 温天宗 苏妙情 我和你们不死不休 原来如此 想不到你竟然身怀保命的秘法 所以才活了下来 啊 道友 我乃青山宗罗宣张老弟子 放松 交给我就好 以后 我还得教我师妹一点道理才行 啊 什么 杀人 要毁尸灭迹才行 高杨与狼的厮杀游戏 正式开启 易兽弥城 每周三周六公斤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座人妖魔所在的位置 这么远的吗 那妖魔应该是在某个小岛上 我们再找找 按照记忆来说 那地方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 应该是一座破破烂烂的岛屿 师弟 你看前面 这天象太过古怪了 那是 优魔所在的岛屿 是不是就在那里呢 我查看注意安全 嗯 真有一座岛 那个束缚是什么宝贝 不一才会引起这样的天下 师姐后退 那是 人类 离开这里 前辈 前辈 都要打扰 我们立刻离开 还好 看来那位前辈并没有为难我们 不然可就麻烦了 他可不是好心 只是没空离我们罢了 看 要开始了 啊 这难道是 他们结 啊 实际上是这只巨鬼的一遍 但当初我来的水 这里已经是被毁掉了 白星遗迹 这只巨鬼杜劫失败了 我当年见到的 是他的遗憾 而这一遍 我感觉更早 是 那下来了 看来杜劫也不是很难吗 这只是第一道违禁而已 越强的妖兽 遇到的天结也越强 哇 真是壮观啊 能看到这一幕 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啊 那边 有东西过来了 他的目标 不是我们 物照比高峰消耗了不少 接下来的雷劫 挡不住了 嗯 嗯 那个蛇好像是巨鬼身上长出来的 它不是一体的 当初 那种难道是 师姐 我防御症啊 啊 我们不是已经离得很远了吗 这两只妖兽只是纠缠在一起 雷劫却还没结束 那么 雷劫就会同时将两只妖兽 视为杜劫的对象 而雷劫的威力 会长辈子长 啊 网游之天下无双每周日分析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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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住了 即使你这么也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就是天洁吗 他们是不是都死了 走 过去看看 这棵树已经被毁掉了 好可惜啊 这个家伙还活着 他撑不住多久了 伤得太严重了 小宫你这是 此时候与我有缘 或许 我可以想个办法救一下 这也能有缘啊 不过 你打算怎么救 看他的眼神 这棵树应该能帮到他 我试试 好浓郁的木血灵力 既然真的有用 这巨树应该是那只巨龟身体的一部分 蕴含着海量的灵力 即使被毁 也足以让它恢复不少 小风天上 看到了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天洁还没结束 四九天洁已经过去了三度 还是最后一道 又是这个家伙 小风 这是原地七夭兽的战斗 我们没办法做什么的 那 让我弄死他 弄死他 知道你很厉害 你先冷静 小风 这个小东西到底是 一个小玩意而已 他也过来了 二师兄 带不出手 这些可就危险了 小师弟真有欲收婚语 这位道友 不知可否离去呢 二师兄威武 要不是他被天洁 劈成重伤 我可下不走他 小师弟 你怎么知道我在附近 我自问在隐匿的本事上 即使是大师兄 也差我很远才是 师娘对师姐必定放心不下 会派人来守护 只不过 大师兄不够谨慎 四师姐又太过懒散 二师兄 自然而然 是最合适的人选 什么嘛 娘亲就这么不信我 你果真从会 不过以后 可莫要冒这种情 我若不在 你们二人可就危险了 是是是 下次一定注意 四师天气 倒是有段日子没经 正好 去看看 这妖术到底能够成功 怎么会 不幸失败了 小枫 你看他的头 这是 褪皮重生 他竟然以这种 破而获利的方式 度过了天节 不过 他看上去很弱的样子 高羊羽狼的厮杀 正式开启 异兽弥腾 令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小师弟能说服这样的灵兽 看来你福源不浅啊 多亏二师兄触手相助 对了 二师兄 这里的这个灵物看上去极为不寻常 你要不要看看 哦 这树在如此天结之下还没被毁 有点意思 诶 竟然是如此稀有的神木根 这个神木根还有救吗 不错 这等天才地宝 本身就有极强的生命力 只是需要尽快找到一个灵池 灵池 门派里倒是有一个 从这里回去门派 即使是我 也需要三天一个来回 这段时间 我没法再护着你们了 放心吧 师兄你尽管回去 我们这段时间 绝对不会惹出什么乱来 没错没错 这样最好 你们切记不要乱惹事 我三天后就回来 看来真的走了 那我们呢 啥呀 小风 我以为你会老老实实 听二师兄的话呢 开什么玩笑 有他跟着 我们还力量个锤子 走 我们找个地方躲着 彻底把他甩开 太子前面就是渊海国海域了 毕臣道长 我已经不是太子了 希望自信能说 有修仙者 不用担心 来人修为和平道相差无几 看上去也并无敌意 要问两位渊海国怎么走 危险时 在下张天志 此处已经靠近渊海国 但还有一段距 我们也正好要去渊海国 二人不妨与我们一同前去 如何 太子这是 好呀好呀 小风 我好累啊 我们飞了好久了 好耶 终于可以休息了 为两位先师安排房间 是 那便打扰了 请 先生 你觉得此二人 是否能成为我们的助力人 殿下有心了 只是 此二人气度不凡 很可能来自那些正宗的修仙门派 结交一番 倒也不能 想要为您所用 恐怕不亦 先师 此处便是您二人休息场所 我先退下了 小风 这里的人好客气的样子 他们就这么让我们上船啊 没有无缘无故的阴气 对方如此对我们 只能说明确实有求于我们 啊 那我们还坐不坐这船啊 当然坐 你不是累了吗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真有什么大麻烦 咱们直接走人就是了 哼 尿啊 那是 天喜 对面的朋友 请问是哪条道上的 此乃天龙国皇家船队 放肆 竟敢袭击天龙国皇家船队 天之太神 你们企术已尽 尽快把鱼哥公主交出来 我或许可以饶你们一命 我臣贼子 卫队听令 全体攻击 是 师弟 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再观察观察 别管我 参加好着火 一方剑队多于我方 我真处于烈士 西游子里 交给平道吧 那便拜读先生 我是怪兽大主宰 3月17日上线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对 好 好 牛 牛 牛 感谢观看 闪失出手了 反击 敬城师兄 想不到你也成了皇后的走狗 师弟天国已经溢主了 何不弃暗投名 你看看你 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 修为没有上涨 而且还跟了个废 三位助击 哥 还是把我交出去吧 鱼哥 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哥 就算我成功嫁给渊海国 对方也不一定会帮我吗 可如果把我交出去 至少你们都可以活下来 以后 不许再这么说 皇后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吗 就算今天我死在这里 也绝不允许你落到他们手里 既然如此 那便把这些船都烧了 这些船可不能烧 不然我们可挺难办啊 是谁 谁在船上 殿下 现在可以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天龙国 原本是一个十分强盛的家 却由于连年争争 我与日渐下降 为了平息战乱 我父皇 也就是天龙国的帝王 迎娶了敌国公主 此番和亲之间 终于让天龙国停止了征战 但此后不巧 父皇竟然出现怪兵 叹魂不齐 大权旁落到了皇后的手里 几乎是在同时 敌国进攻的消息再次传来 皇后则要求军队不需抵抗 王都陷落之前 父皇让我护卫妹妹前往冤海 以下家公主的条件 希望能获得冤海国的帮助 却没想到 这些曾经身为我国 供奉的修行者 竟然投靠了敌国 起来阻拦我们 原来如此 无视我了吗 这是万木途 左头乌龟 剪在船上 你出来 这是 各位 今日这船对我有用 要不你们赶日再来 上品仙剑 此人似乎是大派弟子 我们适合解释一些 一把仙剑就让你们踏成这样 大派弟子又如何 他只是一个区区炼器器大圆满而已 你这个老家伙交给我 你们去找他 区区一个炼器器就敢在我们面前嚣张 妖狗仙剑 饶你不死 谁说 只有我一个了 不好 是大型火系书房 那条火龙不是这小子放出来的 干掉他 我这舰队都得完蛋 杀 师姐这里就交给我好了 没问题 小燕 给他们一发大 嗯 哎 老米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万五最强风第二集 火热来袭 每周五周六 铁骨盘的弟子们集合 本座 还是讲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燕 那是什么 朝我们冲过来了 义快 你去挡住他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那东西要是再偏一点 不必死无疑 必须离开这里 你该死 我们也离开这 对 我们两件队了 我们要紧 太强了吧 不是说你没多少力量吗 接下来 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小枫 咱们回去吧 接下来 你该不会再有消息 你下车 呼吸两位元首之恩 举手之劳 就当是 我们见你船的路费吧 嘿嘿 我是不是很厉害 你二人的举手之脑 对小女来说 确实救命之恩 小女在此多谢 快 毯子 快 去拿火炉过来 这是 鱼阁公主身患怪病 每月都会有一段时日 浑身冰寒 痛苦不堪 凭到 也没有什么头绪 深冰寒 请公主伸出手来 我来看看 现实 可了解这是什么病 先天寒冰绝脉 竟然是和娘子 一模一样的体质 此乃一种特殊体质 想要根治 我也无能为力 不过 我有法子 可以让公主好受一些 这 这太好了 照此药方 每日三次给公主送福 可让她以后的痛苦 缓解不上 此等大人 在下末尺难忘 日后天龙国 说能东山再起 定为先师赴汤蹈火 小枫 在这里待了几天 你是在寻找什么人吗 这里确实有个固有 不过 似乎不在了 无妨 我们先去皇城一趟 去皇城 去那里干啥 替人跑个腿 公子 你下山的话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尽管说 若是公子有空 前往冤海国的话 请把这个 交给冤海国的皇后 也就是我的母亲 举手之郎 你放心便是 还有 除了我的母后 其他皇室之人 并非可教之人 若是他们对你不敬 公子尽管教训他们即可 皇室禁地 来人直步 认得这个吗 是皇室的令牌 在下奉连岳公主之命 给贵国国母送信 连岳公主 不是修行去了吗 原来是先师大人 请稍后 我这就去禀告 原来小月还是异国公主 她以前也没和我提过 就算凡人国家的公主 在仙门也不过是侍女 不过 看来这里的人 并不知晓这些 两位先师 儒家来晚了 陛下和皇后 正在内院待客 两位请随我来 还挺客气的嘛 小枫 我感觉这里的男子身上 都阳气不足 这是为何 凡间伺候皇家的男子 都是如此 为啥 皇帝会吸男子阳气 倒也不是 先师前来觐见 先问公 苏仙子 小枫 快看 是天龙国的那俩人 奇怪 这都好几天了 他们怎么今天才见到皇帝 问天宗弟子 见过陛下 美人啊 陛下 喜欢那样的吗 此等家人 谁不喜欢 若是能纳入朕的后宫 陛下 此乃仙门弟子 我们当客气相待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仙子也有七情六月 寡人说着怎么了 切身失礼 先师见笑了 不知两位和月儿 是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 朋友好啊 月儿在问天宗 就是个杂役 能和他做朋友 两位是外门弟子吧 事又如何 莲月公主托我把此姓 交于皇后 如其他事 我们便离开了 多谢你们 你们 还是早些离去吧 你乱讲什么 仙子哪 哪用得着那么着急啊 就是 多管闲事 那个 不知这位仙子 可曾婚配 正义的我会请 一声大反派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问这个做什么 奴家听说 你们修仙之人 有一种双修之法 可以永保青春 我看这妹妹皮肉 倒是不错 留在这里 与我一同伺候陛下 岂不是正好 他这枯手如柴 像被吸干的样子 哪里永保青春啊 大胆 陛下问你 是看得起你 还不老实回答 我 在于太子 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 也配再次锅造 大胆刁民 以为你是修道之人 寡人就怕了你吗 我事何在 拿下他们 贴旗乌摇上了那位仙子 这是寡人新的贵妃 诺 金丹奇 你真要动手 大友 问天宗虽然势大 但你二人 也不过是外门弟子而已 得罪一国皇室 未免太不划算 不如让这位仙子 留在冤海国 与陛下双修论 生存弟子 并住独女 放什么狗屁 震荡五约海国无人 父皇 杀了他们 什么问天宗 我们 误会误会 老道有影不识泰山 给二位赔不是了 对对对 寡人之前是说笑的 说笑的 绝无难问 二位上仙的意思 哦 那之前陛下身旁的这位 想方设法挑衅我问天宗 是不是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奴家 奴家也是为了陛下 上仙 寡人 寡人都是被这女子蛊惑的 寡人这就把她交给上仙处置 哼 我人是个废物皇帝 知道 就把你吸干了 你觉得呢 哼 苍蝇布丁无缝的大 嗯 哈 不是 贵国皇帝用脸打了我师姐的手 不过 看在初犯的份上 我们就不计较了 你觉得呢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以后我们还想和贵派多来往 嗯 师姐 走了 老爷 师姐 山巴掌的感觉怎么样 啥 就是那狗皇帝的脸皮疯 好 个人 肖天 没听过这个人啊 奇怪 竟然真的完全没找到 小枫 你要找到这个肖天 到底是谁啊 啊 是我曾经的一个朋友 这次来越海国 我的主要目的也是找他 哦 难不成 这里的进展和上次不一样吗 风兄 这个 是我给你的谢礼 在上辈子 这家伙手上 可是有一个远古仙府的钥匙 并且送给了我 可惜还没来得及去看 老子就挂了 这次可不能错过 小枫 那里我们是不是还没找过 啊 哪里 按道理我们都找过了呀 这 青霓 还真没去看过 师父出关了 上去一些时日 只剩遇到了一些瓶颈 初莫 你去帮我找师兄 讨一些丹药 是 那家伙的冰心诀 确实厉害 身上的隐患 已经消除大半了 不知道他现在历练的如何 要不 偷偷看看 嗯 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危 绝不是偷看 毕竟他修复了 他也不认为这么低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因为 previously 这一部分是 什么육位ного 手 Prop呢 嗯 你 Shankar 他让我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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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 这个交给你 只可惜 我是见不到你的玉蓉了 玉蓉 难道这是嫂子 她原来是青龙女子吗 你在想她 哪有 快看 玉蓉姐姐出来了 各位 接下来 小女会演奏一曲 在演奏结束前 若有人能做出小女喜欢的音律 小女便会与那位一续 赢下来 好好好 我肯定赢下来 这熟悉的感觉 没错了 那么 拿纸笔来 公子懂音律 略懂一些 这首歌是肖大哥唱过的 肯定能戳中玉蓉 我 得改一些 好 文然天成啊 举妙在 这是做出曲目的贵逼 请过目 接下来 玉蓉会演奏出 诸位所做的最优秀的一曲旋律 一表谢意 你所写的是什么歌 那是送给我最重要的人的一首歌 男有 不可修斯 天有神女 不可求斯 这是 那是曾经离我最近的人 但是现在的她 对我来说却无比 如同天上的神女 不可求斯 海之广影 不可永思 江之永远 不可放肆 我之所以外出有力 便是想有朝一日 告诉她 我 真正的配得上她 高羊羽狼的厮杀游戏 正式开启 异兽弥城 每周三周六攻击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首歌难听的要死 我看分明就是写给狗的 你们说 是不是 对 狗才会听这种狗屁乐曲 当然是您的歌最好听 诸位公子 请冷静些 冷静个屁 我今天可是冲着你来的 你怎么能跟别人走 就是 让那小子出来 给我们坑个头 写的什么破烂玩意儿 如果我要是不出来呢 让你出来是给你个求饶的机会 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们了 走 搁几个进去和他聊聊 那位公子 会不会被打死了呀 雨柔姑娘 可否进来一讯 还活着 我进去看看 雨柔姐姐小心一些 公子 小女 这 这是 没事没事 雨柔姑娘 在下想问你个事 你认识萧天吗 萧天 小女并不认识此人 连你也不认识 这不对啊 按道理来说 你是最可能认识她的 这段时日 倒是有个叫张天志的 经常来找小女 张天志 张雄 她怎么会来这里 你们认识 我们相处数日 互有好感 她原本答应今日来为我赎身的 你们 可曾见过她 我们确实认识 她之前在皇宫之中 如今在哪儿 我倒是不知 不过 刚才你们几个的眼神 似乎知道一些情况 你们是交代呢 还是继续让我好好折磨一下 等等 我说 天龙国那小子 被我派张老抓走了 你是哪派弟子 我 我等是缠绵阁的外门弟子 缠绵阁 原来如此 缠绵阁 是著名的邪修门派 派中以女子为尊 主修魅功 而男子 则为他们的奴顶 既然尔等是缠绵阁的 那应该经常被采阳补阴 早就气血亏空了吧 怎么还有力气来逛青楼 你怎么知 我说 我说 我奉张老命令 带宇柔姑娘回门派的 张老说 宇柔姑娘有天赋修魅功 很适合当我派弟子 那张天志现在人在哪里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位长老 正在当亲太子那里 我知道的真的只有这么多 求你们放过我吧 还是别弄出人命为好 多谢宇柔姑娘了 你先出去一下 之后我会去找你 是 小女倒退 娘子 我错了 你 我只是带你师父看看 若是她知道 你带她女儿来这种地方 娘子果然同小事理 我只是想调查一下 自己失踪的故友 眼下看来 总算有了一些线索 行了 别平嘴 以后记者 这种地方 少来 娘子说的是 对了 还有 娘子 怎么中断联系了 岳友承载不了我的意识 已经到极限了 这神魂傀儡的法子真不好用 在岳友恢复之前 没办法再联系那个家伙了 也不知道最后的话 他有没有听到 咋成这样了 被榨干了 师姐 你想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在青楼里睡着了 我就把你带回来了 睡着了 我怎么完全没印象 那青龙大姐姐的表演呢 结束了 怎么就结束了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还想听漂亮姐姐唱曲呢 你怎么就不喊醒我 是不是吃毒食了 雨柔 麻烦进来一下 公子 正义的我会形成大晚派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听曲儿 以后跟她说声就是 这可是里面最好看的 见过苏妙秦前辈 这 是弟妹啊 没有的是 雨柔姑娘放心 师姐已经醒了 接下来 我们会想办法救回张天志的 雨柔多谢两位先长前辈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枫 你不是要去找你的故人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张天志 就是我的那位故人 啊 那你上次怎么没认出来 她和我印象里的面容 差别有些大 一时没认出来 但眼下先想办法救她出来 太子那边应该有情报 守卫森严啊 你看那边 还有修行者在 看来 这次太子府 确实隐藏着一些秘密 小枫 我去引开这群家伙 你趁机进去 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 注意安全 放心啦 我这么靠谱 绝对下手有轻重 迪欣 有迪队修行者 快去报告上线 哪来的消想 竟然毁坏皇宫 傻无声 我就不该信她的 什么下手有轻重 算了 事已至此 只能相信世界 希望她不会遇到危险 我还是去太子里看看 按道理 那个查明阁的修行者 应该就在太子身边护卫 毕竟不可能都被世界引走 说不定会有一份苦战 看我的厉害 你可真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还不是你那个父王太废物了 我来个去 信心量好大 讨厌 你是坏 你不就喜欢我这么坏吗 你想清楚了 我可是你父亲的妃子 这可是没有回头路的哟 怕什么 有你和你背后的修行者帮忙 不出一年 我就能扳倒那个老东西 还真是父慈子孝啊 是谁 想不到你们玩这么野 在下自愧不如啊 是问天阁那个弟子 大半夜的 闯进东宫做什么 我只是听说 这里有个缠绵阁的弟子 想找他问一些事情 我想 我要找的人 应该就是林飞了吧 怎么 想和姐姐一起玩吗 我对你这块没兴趣 我只是想问问 天龙国的那对兄妹 现在在哪 他们爱去哪去哪 我怎么会知道 是吗 既然如此 想必这些画面 交给渊海国的皇帝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等等 我说 我说 那个男的跑了 女的被关在我这 废物 这才像话嘛 看来戴云太子 还是知道利害关系的 你 你要做什么 这个呢 叫做七日断魂散 不下之后 五脏六腑会逐渐溃烂 七日之后 会让人化成血水 来吧 带路 想要解药的话 就最好别耍什么小聪明 先师放心 我穿好衣服就来带路 你用这种手段 算什么正当 你上的没错 我从来都不算什么正当 你看 鱼哥公主好好地在这 我还没碰过呢 你要是碰了她 这解药可就别想了 那是 那是 是 是安公的声音 安公 你说话 我先带你离开这里 那个 我的解药 记得每日服用 这笔账 我记住了 用我继承大同以后 快看 我们天上是什么 有超水什么 那是 再下注 带云太子与灵妃娘娘 百年讨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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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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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对你客气 是敬你背后的问天宗 也还真当我盼了不成 恩公 你打得过吗 开什么玩笑 人家一个门盼的人 肯定打不过 那你 记住了 很多时候 救人是不需要打的 不是 不妨看看这个 我倒也看看 你在打什么鬼主 这 这是高级俘虏 至少出自元英七大能之手 一点心意 给你的山门足够了吧 这 这真是给我的 这一麻袋垃圾服务 我实在没地方用 小师弟啊 你有空给我处理了吧 没错 我这还有个中品法器 不知道国师有没有兴趣 好家伙 中品法器 你居然拿来交易 我们整个门派 快就一箭中兵法器啊 可是祖上传下来的 根本舍不得用 这次拿出来交易 小师弟啊 这是之前其他门派送来的破烂 门派里没人看得上 你出去随便挑几个顺眼的人送了吧 是啊 我实在是感觉 我实在是感觉国师与我投缘 所以不如我们结个善缘 那个 这个 大胆 你以为我们会看得上这些破 懂不懂事 我之前怎么教你们的 咱们的代客指导是这样的吗 啊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刚才的山门是弟子不小心打碎的 和贵客无关啊 大胆 原来是你惹过 回去领事没丹药 去丝国牙受罚 是 弟子这就去受罚 那个 你看 之前都是误会 小公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您尽管说 国师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个 桀骜不驯的样子 哦 没问题 我恢复一下哈 这 这都行 小兄弟 你看 人我可是一点都没伤到啊 嗯 不错 这个人 加上我说的那几个药材 中平法系 就是你的了 好说好说 公主 老道 对不起先皇 没有保护好你们呢 道长哪里的话 您守护我们多年 也是尽心尽力了 道长消耗很大 加上鱼哥公主 恐怕不适合遇见飞行了 平道惭愧 小兵 出来干活了 公主和道长在灵兽废上休息吧 这样也方便留一下 这是 高阶灵兽 至少是驻击巅峰 此次多谢国师 代下先行告辞 师尊 那 就是大门牌吗 人家都有这么厉害的灵兽了 放屁 老夫又不是没见过大白弟子 你是不是嫌弃咱们门牌穷了 没有没有 走了 不要气馁 只要你们努力修炼 以后迟早也会和他一样的 是 子徒好 混蛋 人比人 亲死人 大长 张天智 如今在哪里呢 平道当时 掩护太子 突围后 我们便失散了 那便先去港口 世界会合 到时候 我们再想办法 他怎么了 小兵似乎发现了什么 平道并没有感知到什么人啊 别藏了 我的灵兽已经发现你了 小林和我讲 有个问天宗的弟子 坏了他的好事 可没和我说 还有个驻击巅峰的灵兽 奴家 禅明阁没事 见过公子 金丹妻 想必前辈就是禅明阁的长老了 不知找我们有什么事 本来想找你身边 那个小姑娘的 不过现在嘛 奴家倒是对公子你任心的 不如 跟奴家回禅明阁如何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会让你身边 做什么事 我会让你身边 对公子的 我会让你身边 在我身边 看你身边 那是你身边 晚辈觉得在问天宗还挺好的 目前并不打算换门派 小门 我就说吧 你不是人家喜欢的类型 我倒觉得 把他带回门派 慢慢吃干母镜 他自然会离不开我们的 全眠阁蓝室 见过公子 菊室 见过公子 竟然是三个精丹器 好大的阵仗 公子还是不要抵抗了 你们的实力差我们太远 小兵 公子倒是挺着急呢 快走 这是谁被打倒了呀 被练气器的小孩倒倒真没面子呢 有着取笑我的功夫还不如去追人 放心了他跑不了了 小明三速都奇怪但毕竟差了一个大境界 把杀开那些妖女 小公子 这种下去不是办法 不如听我一言 毕臣道长有何建议 我虽身受重伤 但若然烧本源 还没有最后一些力气 至少可以帮你引开一部分追兵 有时候还请公子照顾公主呢 不靠 这是十死无生的路 是又如何 听到法号毕臣 但一生都在红尘中打滚 无非是回到红尘中去而已 若是公子再破破妈妈 老道就冲出去自保 至少也能帮公主争得一心生机 你慢了 这是我自己用的上瓶法器 就交于道长了 上瓶法器 放在我们散修里 足以引起一场死伤惨重的血战了 能用一次 不亏 你公主珍重 毕臣去了 道长 他们分兵了 我决准 人生费源 难不成是吊虎离山 仇死 废物道士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发皮抽骨 你今日绝无生机 我毕臣一生 资质愚短 有年蒙受天龙国的恩 十五岁踏入仙门 二十五岁成就炼技 五十岁筑机 方知此是无缘惊丹 但那又如何 生命委员给老的我全部人收起来 我自逍遥去 小看红尘中 快哉快哉 毕臣道长 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修行者 我早已将他当作我的家人 毕臣道长说得对 确实有些婆婆妈妈了 恩公 既然练气息无法对抗 那就助击啊 火压阵 鱼哥 你在这里好好待着就好 嗯 可接下来需要破境界 有火压大阵 他们短时间内进不来 好强的阵法 好在布阵人实力太低 我们可以强行破掉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 一个大阵就把两个姐姐难为成这样了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你总算来了 还抓住了这小子 你们还记得这个很合适 收为弟子的孩子吗 这两张好藏在一起 倒是一箭双雕了 喂 里面的人听好了 赶紧把法阵关了 否则的话 天龙国的太子 可就要丧命了哟 恩公 太鱼哥离开 不用管我 竟然还嘴硬 看来得给你一些教训 混沌剑神第二期 剑神热血归来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好 好 感谢观看 看来得给你一些教训 问天宗的小子 再不关掉大阵 这太子可就没了 哥哥 先天真火 金丹七的前辈欺负凡人 还真是不害臊 一起出手 拿下他 好 穿 九 凡天 是高阶福禄 霍珠自身 福禄虽强 但他能激发的威力有限 等效用结束即可 等下 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这才是当初萧天的模样 所以 当初我遇到的萧天 就是被抽取生命本源后的张天志 哥哥 小枫 你身上的气息 是在临阵突破吗 我在会合点等不到你 就猜到你在这边遇到麻烦了 对面三个金丹七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接下来我帮你护法 那边的那三个妖女 到底为什么要抓你呢 那妖女 让我交出剑仙佩 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也没听过 但是父王确实在我走之前 给过我一个玉佩 他曾交代过我 说这是给我的出嫁礼物 让我不要拿给任何人看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仙佛钥匙 竟然在鱼哥身上 难怪怎么都找不到 我已经胜够了 我又立刻杀了他们 全力出手 破掉他们的阵法 不能就这样等着 我出去拖住他们 小兵 你一起帮忙 谢谢 拖延时间即可 等拖进后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马上就破阵了 再加把劲 一个筑机骑的小丫头 也敢冲到我们三人面前 小心 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高级俘虏 小猪 小猪后面 很厉害的灵兽呢 看来 得认认真真和你这个畜生玩玩了 两位姐姐已大欺小 真不害丧 哼 你这丫头 有本事不用法宝 姐姐就和你单挑 别留守 这丫头法宝再多 她自己实力也有限 只是筑机而已 天姐的动静是不是有点大了 看上去你的灵力已经不多了 怎么打雷了 不对 各位姐姐来一起玩啊 是天洁 靠近她的话 会被一起卷入天洁里的 快散开 姐姐你跑什么 你疯了吗 我好好度假 他和我们的战斗 找死吗 度假 度个屁 老子一个练习戏和竞争气一换一 卸转 别跑 别跑啊 孙子 还好那疯子追的不是我 哈兰 你并不太关心你的同伴呢 那可是天洁啊 本来就是做点任务而已了 谁想拼命 爱事的人都走了 我也该认真一点了 喂 死八婆 怎么光知道跑啊 一点船面跟着疯度都没有啊 是不是太丑不敢见人 没关系的 我不在意 混账 等你被雷姐劈死 我看你还嘴近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我身大喷 你好 行 声音乐 我来说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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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混账等你被雷姐劈死我看你还嘴唧 我雷姐下来了 真不像 杰茜茜的范围太大了 这样下去 真的会和这家伙 拖到同归于尽他 想不到 禅明哥的美人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 小子 我们打不商量 你安心杜茜 我也不回去对付你的朋友 咱们各退一步 如何 那不行 杜茜死的时候还能拉个美女垫背 这种机会 一般人想找也找不到 我可不想错过 既然你长死 你一起死吧 斩仙 到底是什么武器 还有你这个样子 你是魔门 你的话太多了 见到我这个样子 今日你必须得死 别这样嘛 其实我们茶面阁和魔门 网上算还是一家人 大家没必要大声打死的 下一道雷劫就要来了 我们这要还是先合力度过雷劫 否则都得死 好 先拖过去 只要之后把这家伙的门门身份传播出去 不能 自然不放 也要我不只好把这 撑过这道雷劫 看来 赌赢了 还好没死 喂 你太胡来了 你知道 为了给你挡着最后一道雷劫 我的力量几乎消耗干净了吗 那可是金丹琪 如果不利用天斜之力 我根本不可能赢 这样 下次我一定给你找一个特别好的灵物 给你补充灵蟹 这还差不多 是道种 我知道这个东西 修士在每次突破大境界后 都有一个机会 从诸天万道中选取一个天赋之力 只是 这选取到什么天赋之力 完全没有规律 纯属看个人细语 快试试 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怎么样 是什么天赋 天赋之力 四周 即在水数码的时候 会有概率引起天道共鸣 额外施展四周 这个天赋之力 我听说过 却说触发概率非常低 属于偶尔爆发奇迹的东西 但整体来说 我好不坏吧 没关系 天赋之力只是辅助 最重要的是 看自身的修为 我们得尽快赶回去支援世界吧 啊 小心一些 你如今身受重伤 我也没有力气了 能智取 就别硬刚 怎么了呀 小妹妹 不是有很多高阶领导吗 要是用出来 这家伙动作太快了 在他有准备的情况下 几乎没办法攻击到他 反而会留下破绽 而且 另外的问题是 小公的内置灵虫 似乎已经坚持不住了 正义的我会形成大反派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只随了 我愿意 很伯母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说 我愿意 我们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妖女 没事已死 还不束手交勤 要不都别走了 千决 过了个去 竟然触犯了天赋之力 说好的极低概率呢 竟然可以释放如此多的剑气 难不成 连事连伤他都没做到 小主 情况不太对啊 怎么还拼呢 周天万岐 听我号令 他们要跑啊 小风 师姐 别追 小风 你伤得很重 没关系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那几个妖女不蠢 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对 我知道了 你先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这就是修仙者的飞坡法宝吗 很厉害 毕尘道长以前说过这样的法宝 但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飞船的速度不如灵兽 但如今小兵重伤 只能暂且用这个法宝了 恩公 毕尘道长他 我神使礼 送他的那件法宝 已经被毁了 恩戏 他人还活着 我给他的法宝 区区金丹七根本无法破坏 唯一的可能是 他主动自报了 毕尘道长不在了的话 天龙国唯一的遗仗 便只剩我们的舰队了 很抱歉 打扰两位 太子 公主 有些东西需要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 海面上的那些 那是 我们的舰队 哥 天哥 无妨 只是 想到我天龙国最后的基业 就这样复制一句 这次来到冤海国 确实是一个错误 咱 至少认识了鱼人姑娘 咱 你们真是有情况 萧公子离开后 我与天哥相遇 我们已见钟情 啊 那个 我听说之前 恩公和雨柔也认识 我本来就是顺手帮她一下而已 总之 恭喜二位喜结良缘 还好还好 这嫂子总算也还是嫂子 雨柔姑娘 我哥身体不适 请你带她去休息一下 嗯 交给我就好 公主似乎有话要讲 两位恩公 数次救我们于危难中 于哥无有为报 思前想后 我想唯有此物可以作为回报 你应该能猜到那些妖女 其实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吧 我虽是一见凡人 但也看得明白 只是此物对我们来说 留着只会带来灾难 更何况 恩公想必也早就再寻找此物了吧 哼 我确实需要此物 既然公主愿意割爱 萧一风也谢过了 这里便是天悦国的监狱了 你们在这里便可以避开渊海国的追捕了 多谢恩公 恩公 保重 告辞 后悔有幸 再见 小枫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师姐可曾听过那些前人大能的心 当然听过 传说那些远古大能死前经常会把传承留在自己的仙府里 只为了自己的传承不断 如往今来 很多天骄亦飞冲天 就是因为在那些仙府里寻觅到了前人的宝贝 不错 这个玉佩便是其中一个大能仙府的钥匙 正义的我会想必须大能派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啦 愿意 突破 二维码 六 不错 这个玉佩 便是其中一个大能仙武的钥匙 你是怎么知道的 书上写的 谁让你平时不看书的 回来 原来书上还有这种知识 以后我也要多看一件书 反正师姐平时不看书 随便扯几句 忽悠一下她 展仙 多谢了 如果不是你帮忙隐藏气息 我肯定瞒不过师姐 我只是好奇 你晚上深称自己闭关 又让我帮你隐藏气息 究竟想做什么 打算去找那对兄妹 做一些问天宗弟子不适合做的事 你不会对那两个姑娘 还有非分之想吧 怎么可能 只是我需要一些人 帮我收集世俗界的情报 那对兄妹正好可以为我走用 带我换个造型 鱼哥 鱼柔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城内了 没关系 有公子刘的药方 我已经好多了 想不到 竟然是先天寒冰绝吗 又去 又去 这是 是谁在装神弄鬼 是不是 缠绵阁的妖人 想不到 你一个淮人 还知道缠绵阁 不过 把老婆和他们比 你这小娃娃 还真是没礼貌 哥哥 这是谁 鱼哥 你先在马车里待着 这里交给我 哥哥 对面是修行者 我们没办法抵抗的 刚才听她的语气 似乎是来着火的 便让我来问问她吧 你这女娃 比你哥强 老夫也不卖关子了 今日来 是要送你们一场造化 老夫可以让你这个女娃 多活一些年头 甚至 还可以让你们走上 修行的道路 你们可敢接 修行 前辈 您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确实需要你们 帮我做一些事 老夫需要你修炼这个功法 此功法有巨大的副作用 但只要修炼这个功法 可保你至少百年安稳 但百年内 你必须听命于我 你愿 还是不愿 敢问 您说的巨大副作用是什么 我也不瞒你们 此乃一步 鲁顶功法 修炼此功法之人 日后只能为他人做假意 等他修炼百年后 我便可以用秘法 夺取他的修为 到时候 我愿意 修哥 一个是不久后就要死 修炼还能活百年 我没什么好犹豫的 而且在那之前 我还要帮主哥 复国呢 既然这是你的想法 那便如此 这位太子 我也有一份功法给你 这魔功 你若真能练好了 复国大业对你来说 也不困难 给你们的功法 都只有前两层 想要后面的功法 那得看你们的表现 三年时间 我要你给我发展成一个大势力 复国也好 你自己建国也罢 你必须给我弄出一个势力 这便是我给你们的考验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让那些毁灭我国家的人 无出代价 好 要的就是这份气魄 三年后 我会来检查你们的成果 但愿你们 也要让我失望 搞定 你真要搞卢底那套 当然不是 这是改良版的功法 我不能轻易交出去 最好还是找个时间 问问寒烟 说不说徒弟比较好 走了走了 先回去船上 出来久了 会被世界发现的 也不知道 你这家伙怎么够搭上 大成绩高手的 小枫 你这东西啥 这是接下来的历练计划 我练了一些 我不可以去的地方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遇到一些天才地宝 你当是大白菜呢 那些天才地宝 要是没有天大的运气 根本不可能遇到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这是我上辈子听说出过好东西的地方 全部扫荡一遍 我就不信没几个宝贝 快跑啊 你家伙也追上来了 真有天才地宝啊 这地儿真的有宝贝吗 完全不像啊 你看 那是吧 哇 有燕花 把宝物换回来 嘿 明明是我们发现的 哇 大熊大将啊 好刺激 小声点 我会儿咱们看看能不能捞点好处 小枫 你真的不是什么天命之子吗 这两年 怎么我们走哪里都有奇遇 却哪里都有宝贝啊 就连这仙府预配 竟然都能再找到一个 更多分的是 你的宣伪为什么比我还高了 后击薄发嘛 这次门派的真武排序 我们正好能给师父他们一个惊喜 惊吓还差不多 小枫 你说的这个仙府钥匙 到底啥时候才会打开啊 网游之天下无双 每周日中期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小枫快看 这个玉佩 发光了 不知道 看来 仙府到开启的时间了 轮回仙府即将开启 请确认是否贤王 前王者输入自身领利 他还会说话 小枫 咱们要不要进去 我想想 仙府开启是五十年一次 上辈子我错过了 但这个仙府 助击器在里面会非常危险 嗯 我 可不 对啊 这个小伙已经恢复了 那还真有希望 师姐 我们的修为在仙府里非常危险 肯定是最差的那一批 那岂不是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师姐答应我 进去后 一切听我的 好 我肯定听你的 那么我们输入灵力吧 咱们进去碰碰运气 嗯 那 那是什么 天道化身 别忘了 这次在检测 我们是否有资格进入 复合标准 走吧 我们进去 嗯 啊 这里难道就是仙府 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噓 有人过来了 哈哈哈哈 我王老邪这次 一定要拿到仙府的传承 金丹琪 而且是金丹里的高手 王老邪 你还真是痴心妄想 想要仙府的东西 也得问问我霸道刘月 起码是金丹中气 而且可不是梅兰竹菊 那种八品金丹的小垃圾 这家伙 至少三品往上 啊 在这些家伙面前 就算有爹娘给的护身法器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 我有个办法 师姐 你那里还有多少师父师娘 给的法宝福禄 都给我 倒是还有不少 都在储物戒指里 不过 你打算做什么 我们 可以冒充金丹琪高手 啊 诸位道友 难道真的想在这里 和我们打一场不成 怎么会 大家都是冲着仙府一气来 当然是先放下正邪之真为好 又有人来了 似乎是问天宗的人 看不住修为 哦 道友可是问天宗弟子 问天宗 无臣 原来是无臣道友 在下星门陵云 久仰无臣道友大名 今日终于得见 真是少年英才啊 嗯 杜尔 你就待在我旁边 不要乱走 那人就是问天宗的金丹七天才 无臣 从来没见过他 这家伙的架子真大 这位无臣 出名的心很熟辣 出名的心很熟辣 见过道友 这家伙的心很熟辣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我送你们走 墨宇 温柔一点 这里面可是有姑娘的 我是怪兽大主宰 三月十七日上线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这家伙的心很熟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莫宇 温柔一点 这里面可是有姑娘的 哟 林公子还林香心育呢 那等会儿可得照顾照顾我哟 有点意思 我们和郑道看来都得要赶走自己那些低修为的家伙了 要我说 还是咱们散修自在 行什么 那可是一半的精血 你知道老子在修炼多少年 现在 你不需要再修炼了 那么 还有谁不想修炼呢 等等 我 我自己走 还有我 各位正道的朋友 我们这边已经赶走了互相干的人 你们呢 前辈 你们该不会也要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独卫中若有人能打败我 我便让出自己的名额 你们 你们往为正道 就是 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们精丹气 你这不就是比我们献出一万精血吗 一群白痴 就算让你们进去 你们也根本不可能保护得了自己 一群白痴 所谓正道 并非是把好处让给他人行圣母之事 若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也不敢挑战 那便趁早滚出此地 这才像话 不过 好错 还有谁要挑战的吗 现在就剩下九个金丹妻 不过 好像还有一个多出来的家伙 道友 你自己是金丹妻 可你那徒弟 你也打算带进去不成 我正有这个打算 难不成你想把自己的位置 让给你徒弟 这倒是可以 到时候在里面 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 只要杀掉别人 不就有位子了吗 本来我还想选谁 既然你找死 那就你吧 万箭决 小燕 小燕 万箭决 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嘛 此招威力十分普通 那个吴臣只有这样的实力吗 还真是对小刀 问天宗 不过如此 哦 是吗 不好 这是原因 你的金丹 我收下了 这下 名额应该够了吧 刚才那事 不知道 那有一点可以确认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可招惹此人 场中圣五九 开启条件符合 鬼门关 开启 这真的是仙子呢 装神弄了呗 我倒要看看 怎么没到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进去看看 都已经到这里了 绝没有退缩的道理 可不能让邪道把宝物都拿去了 小枫 刚才你是怎么解决掉那个金丹妻的家伙的 是这个家伙 哦 原来是这个法宝 听你说过 这是广含店主给你的 是 不过 他的灵力有限 方才那样的攻击 对他的消耗很大 哼 你这家伙 肯定和广含店主有什么秘密 呃 我们还是先进仙府吧 师姐 我大概知道一些仙府的情况 你记好 进去仙府之后 第一关会是一个幻角 一定要保持精灵 这些东西也是书里写的吗 呃 这个嘛 好啦 不用回答了 以后你想告诉我了 再说就好 好 反正 我一定会保护师姐的 走吧 去看看 仙府里到底有什么 啊 我这是 在哪里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事 呃 怎么回事啊 福君 在发什么呆呢 娘子 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 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都怪我 我们刚刚隐居 但你为了保护我 和那些上门的仇人连番大战 却被伤了 却被伤得魂魂魄 记不得以前的事没关系 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你的 啊 原来如此 我去给你拿一些疗伤的药 你等一会儿啊 那便麻烦娘子了 我身魂受伤 所以才失忆了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魔君大人 原来 你在这里呢 哦 魔君大人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去 好大 咳咳咳 不对 那个 抱歉 我不记得你是谁了 呵呵呵 我是你的第八十八个相好 向琳娜 你忘记我了吗 啊 多少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等一下 你可能有点误会 没关系 只要你对我好 别的 我都不在意 真的假的 还有这种好事 夫君 我们去做一些爱做的事吧 还有我 我想要公子吻我 啊 好 你们先闭上眼睛 是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知道你们是假的 因为 如果真是我娘子的话 你被打死了 呵呵 啊 不愧是曾经的摩群 被遮蔽记忆后 还是这么敏锐呢 你 不是幻觉 这个 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是吗 毕竟 我只是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影子而已 你 对了 小心身后哟 醒的好快呀 本来想先解决你的 没想到你醒来的这么快 真是可惜 你倒是坦诚 你是正道 我是魔门 有机会干掉对方 我干嘛不努力一下呢 对吧 不过 既然你醒了 那我就杀个非正非邪的中立家伙吧 你 你看 这可比平时好杀多了 你呢 要不要也杀几个魔门的 我不阻拦哦 正义的我会想吃大满菜 每周五准时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对 感谢观看 没有兴许 我需要护好我的徒儿 唉 你们正派 真是无聊呢 那我自己去杀人了哟 这些家伙太过危险 千万不能暴露 哎呀 刘兄的火气可真大呀 想趁着刘莫眉醒 放肆 你还嫩了点 现在正好没什么人注意这里 谁能想到 通过这个秘境的关键 其实就是这些石头 你醒了 怎么了 刚才 在幻境里 你欺负我 这也不关我的事 师姐 那些老怪物们 现在都在相互算计 我们趁着这个时候 先甩开它们 好注意 小枫 这是什么地方 河里那些 是编横吗 望穿河 这里飞鸟难渡 想要渡过这里 得用特殊的方法才行 这里有一样非常强大的宝物 必须要拿到手 找到了 这石头是什么 轮回石 它们是这个仙府里的关键 不过 这一块 更特殊一些 这块石头 受望穿河常年滋养 有了一丝灵性 可以显现出人的前世 只要能不被前世 幻象所迷惑 坚守本心 就可以让修为 大步增长 这便是 通关之前幻境的奖励 小枫的前世 看上去怎么和现在 长得差不多啊 这一下 修为直接提升到了 助肌酒侧 顶上好几年的苦修了 好厉害 我也要试试 师姐 轮回石是有风险的 如果沉迷于前世之中 不仅修为 不会获得提升 反而还会大损 师弟 我不喜欢被保护的感觉 好啊 记住 千万要守住本心 不要忘记 你是谁 我去 这家伙其实是个什么东西啊 师娘 还是没有找到妙情的消息 晴儿一向顽皮 只是 我没想到 萧一风也会跟着一起混呢 竟然甩开了你 趁机跑呢 好在他们二人的魂灯 一直无碍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妙情和幸福的魂灯 又灭了 听说了吗 最近无牙殿 好像出事了 是啊 那个无牙殿主 好像很着急 你们在聊什么 师父 我记得我说过 功课期间 不许交头接耳 弟子知错 无牙殿发生什么事了 把你们知道的都说出来 这次不追究你们的过错 师父 听说 无牙殿店主的女儿失踪了 一起失踪的 还有那个叫萧一风的弟子 这次讲道就到这里 各自回去吧 师父真的没有信我们 上次你看小差 明明挂树上被打了三天 哇 你还取着茶 你说师父为什么忽然关心 无牙殿的事 既然失踪了 看来 得看看她在哪里 上次激活人偶 她坏了好久才恢复 网游之天下无双 每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他就追不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轮回石? 知道了,你们是贵客 哥,我们家负了 喂,能不能再快一点? 客人,请付船票 船票? 什么意思? 轮回石货这魂魄 付了才能过河 竟敢和我提要求 不死 装神弄鬼的东西 谢谢道友 让我解脱 什么东西? 别给我下来 别靠近我 滚开 快滚 啊 那个凌云 穿上了船夫的衣袍? 如果没有轮回石 要么陷出滚破 成为行尸走肉 要么就被困在这里 成为望穿河的船夫 这条路也太危险了吧 哪条路都一样 其他人 估计也发现了轮回石的作用 走吧 前面 应该就是船夫的最后一关了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金丹七恶鬼 若仙子 你先拿着轮回石 打开前方的结界 我去拖住那些恶鬼 好 你小心 放心吧 这些家伙并无神志 和真正的金丹饼 好 那 死 亲子 快打开结界 牛兄 结界已经打开了 你可以收起护神法术了 太好了 那我们 但是 还请你留在这里 为小女子继承仙子 增加一线圣机 小枫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越来越热了 这是铜像最后一个关卡的路 至于这里这么热的原因 是因为路上的守卫 守卫 你看那边 那是什么东西 金鸡 单个还算好对付 实力在铸鸡期到金丹期不等 但这些家伙是群居的 所以 千万不要被发现 不过 别担心 这些家伙 不知道为什么 眼神非常差 只要用隐秘符 就不会被发现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试试 放心 安全 简单 我没贴错符啊 应该是巧合吧 进化来袭 每周四周日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等怪你 非要抢劫那家伙的轮回时 谁知道那死竟然扮猪吃老虎 竟然是个金丹大元满 被堵住路了 这个区域有飞行尽致 你们想跑到哪里去啊 你们身上也有轮回事 对吧 交出来 饶你们不死 小波 平意吧 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 道友 太好了 原来你们在这里 正好 可以把他们的轮回视野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怎么会惹上这群畜生的 你以为我我问谁啊 素质先跑再说 这些玩意儿感知不是很差吗 为什么甩不掉它们 奇怪 似乎是从见到妙庆开始就不停的追着我们 荆棘 苏妙庆 等等 难不成是那个时候 妙庆 之前关于前世传承 你仔细想想 除了境界的提升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还有一个奇怪的法门 你试试 使用一下那个法门 我知道了 但我需要一些时间 各位 我有办法驱散那些金鸡 麻烦你们帮忙拖住那些怪物 你认真的吗 说是骗了我们 你可得知道后果 你自己说的是真的 胡臣都有 有什么法则就趁现在 要行 嗯 好纯粹的火系本源之力 果然 那些金鸡 是冲着妙庆所继承的本源之力来的 火系本源 想不到这女娃身体里 竟然有这种东西 你是我的 师姐 这是什么火 该死 灭不掉 是谁 滚出来 怎么回事 妙庆似乎被刚才那道光引进了宫殿里 这是为什么 是轮回谁 不好 被他想惊了 别过去 这里可是主殿 险服的最后一关 哪有那么容易 这是我的了 嗯 怎么没办法收起来 嘿嘿嘿 不好 这是因为 它是有主的了 是肉 是 就 难吃 还是女人的肉好吃 嘿嘿嘿 有女人 好多年没看到女人了 你是什么人 进来的人里我没见过你 我 忘记了 不过 这是我第三次看到有人来这里了 这应该是很久以前进来仙府的家伙 他一直留在仙府 没出去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呢 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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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得好啊 若是能出去 我又怎么会不出去呢 没有人能出去的 你们所有人都出不去 今天我心情很好 小妞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乖乖顺从我 成为我的颅底 要么被我好好吃掉 你选哪个 我选择 第三条 杀了你 小妞的力道差了点 不知道摸上去如何 什么 小妞 她是原因乱怪 是缠绵阁的味道 缠绵阁好 缠绵阁的女子最会玩 你们懂得花样的可多得很啊 我的徒弟居然是女帝 每周三周六更新 扫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软饭硬吃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前辈 你竟然是元英琪 为何能进来这里 哦 原来 现在这座仙府 元英琪已经进不来了吗 那可太好了 今日我大发慈悲 美人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老老实实臣服于我 我可以让你活着 如何 想都别 墨茜子 若我不想沦为他的玩物 便听我的 无权道有 你有什么办法吗 那怪人至今没有攻击我们 而是堵住了那道天梯 有没有一种可能 只要我们能上那个天梯 就会给他带来麻烦呢 原来如此 这些仙府中都有静止 那天梯必定也有 但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拜托你们两个 先用美色稳住他 我也要 林兄 你如此玉树临风 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闭嘴 前辈既然是元英其大能 说话可算话 若是我从了你 你当真不会伤害我吗 这什么话 本座怎么会骗你这金单小娃了 至于剩下的人嘛 那个 前辈 能带上我吗 我也 也愿意臣服 无臣 让本公子这么丢人 这笔账 本公子日后定会回报 哈哈哈哈 好 好 实不相瞒 之前本座真抓过一个男子 那滋味 一点都不输女子啊 小子 就从你开始吧 过来绝起 就是现在 我就知道 会有这一招 你们以为 没有做足准备吗 就让老夫 给你们一个痛快 小龙雷玉剑阵 问天宗的困阵 撑死 只能困住老夫武戏 撤货 谁又和你打呀 就是 你们 卑鄙 抱歉 我来晚了 早不来晚不来 这么巧现在来 怕不是 一直在哪个角落等着可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吧 你怎么